嗨 大家好 這邊是上海調查所 點進來各位應該都知道 今天我們要聊的是什麼 不過老實說 我們也想要這麼快去更新 珍珠美鱼的續集 今天的風格會跟以往非常不同 我希望大家抱著這個玩笑的心態 因為今天我會像瘋子一樣 吐槽珍珠美鱼AQUA的漫畫 那一集我在推出漫畫的時候 學校的原畫 不知道大家看了沒有 沒有看沒有關係 因為永遠不會實現的 對的 沒有聽錯 你玩完就沒有聽錯 珍珠美鱼辦到了 新的世代來臨了 上個世代的去 那這邊我要解釋一下 因為我之所以沒有播放第一集 是因為我之後就會把我過去 提到的對於他的期望 但沒有完成 但沒關係 我之後會跟大家講 那現在我們就要知道 那個時候的我是充滿期待的 對 等一下 這個圖片到底是誰放了 你們一定會有其他人說 其他動畫也是 不是 我記得好像兩年前 名人好像還沒有死的這麼慘 我記得 然後沒想到 就是 我直接預言的名人 會死的更慘 真的是沒有辦法 時代趨勢 好我們繼續 這樣子不要這麼苛刻 但是我真的沒有看過 這麼厚顏無恥之人 露西亞跟他媽媽一樣在小的時候 莫名其妙愛上個男人 莫名其妙一見鍾情 然後莫名其妙中間 不知道為什麼見不到面 轉眼間就長大了 然後莫名其妙又翻了回來 哇 這位男主角竟然也喜歡從浪 然後竟然下一秒給我淹死了 不是啊 到底為什麼你們腦袋邏輯到底是 其實 這一層吐槽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 其實還想要再吐槽一個東西 就是 他小時候就很溺水 他長大不是應該很害怕自己溺水嗎 就算他喜歡游 就算他喜歡衝浪 那他至少應該要學會游泳吧 才去衝浪吧 為什麼 他長大之後還是這樣子 我們只能說可能是命運 讓他們相織在一起 讓他們 與 入行 與露西亞再次相遇吧 我可能只能這樣子 腦補幫他去解釋這件事情 怎麼一回事 我先不探究你到底為什麼 小時候愛上別人 想他不會覺得 那是小時候的兒戲而已 不要太認真 你現在長大了 回來遇到彼此 然後一見面 又給我看到男生溺水了 然後你現在覺得 哇 好帥啊 我沒有認錯他就是當年那小男孩 你到底是喜歡他哪一 到底誰看得出來啊 但是你不覺得這個畫面 彷彿是神相識嗎 沒錯 他媽媽可厲害 就是喜歡上海斗蜜水的樣子 希望黑莎的露西亞 明天迫不及待的來上學 馬上遇到短頭髮的妹子來攀關西 不是 這畫面怎麼好像有 有 那麼的似曾相識啊 我猜 你是不是藍頭髮啊 好吧 想要讓男孩子啊 讓我保身波音 不是 沒錯 然後這位黑莎 也是臉盲 更是神經病 不但認不住露西亞 還就會一直看黑莎 露西亞說 你到底在誇小啊 然後放學的時候 露西亞還在偷看 露西亞這位神經病 會怎麼做呢 他直接跟他磨鼻子 然後說到 我才不會親你呢 你不親人就可以跟女生磨 不能看 但是可以磨鼻子 他的意思是說 你太不積極了 你懂嗎 哈哈 這還真特殊啊 然後露西亞跟媽媽相遇 跟他說我們人魚 有很崇高的責任 但是責任是什麼呢 媽媽你什麼都沒有說 但是你們兩個 到底誰是誰啊 然後露西亞跟黑莎 就繼續玩躲貓貓 見面 喪失了說話的功能 只知道輕輕 然後就離開了 發生小桃照抄自己的畫面 真是太省了 我照抄自己 這樣就沒有版權的問題了 黑莎跟露西亞見面的情況 真的很瞎啊 黑莎卻衝浪了 就聽到朋友說 衝浪的做到東西了 欸拜託人家要衝浪 露西亞你可不可以離人家遠一點啊 你這應該是故意受傷了喔 然後就被黑莎找到 露西亞的UF受傷了 黑莎二話不說 聽就對了 啊你還沒給 不是 我為什麼一瞬間 感覺像是在看A片啊 我已經懶得吐槽了 他是被川門撞到 不是被毒蛇咬到 你到底在親屁喔 算了 我們不要 哈哈哈哈 反正花生小桃 想要湊合他們 使出了渾身解數 黑莎卻 對 這邊要 鄭重宣導一下 就是你被毒蛇刺到 你要把裡面的毒液 吸起來 然後吐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懂啊 然後 他 他如果是受傷的話 然後呢 你再用嘴巴那些 你反而是 讓他可能發炎 這是有差別的 可是就是 東西很短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知道 我來說什麼 好 我們繼續 白莎 這兩位號稱是王子 且住在一起 白莎就幫忙帶路 進去黑莎家 露西亞看到黑莎小時候 與自己的兒子照片 白莎跟露西亞說 黑莎心心念念的 都一直是那位美人魚 所以你死心吧 跟我在一起吧 欸 你不是吧 你確定你跟黑莎是住在一起的室友嗎 搞得你也這樣討厭黑莎 想要拆散黑莎跟露西亞 然後黑莎就擺出了 保護露西亞的姿勢 不是啊 白莎你到底有多恐怖啊 才需要這樣防備白莎啊 然後白莎就摸鼻子自然而退了 白莎找了之後 黑莎就很生氣的跟露西亞說 爸爸啊 不是 你生氣就生氣 到底為什麼要把鼻子壓到床上 然後 就 又又又又在摸鼻子 又是要花生小桃 OK 就是 就是 我忘記 這應該是第一集的梗 就是摸鼻子的大戲 但這邊我想要跟大家 宣導一下 要記住白莎這個人 他雖然在後面 據我所知 我已經抓到俗話 完全沒有任何戲份 然後後面又突然跳出來 可是呢 在跳出來的時候呢 大家要先知道 他現在是 玩弄花生小桃 的白莎 然後跟黑莎是室友的一個狀態喔 然後黑莎竟然對他如此的吃醋 兩個人關係應該可能 是 不太好的朋友 可能是這麼想 不然就是黑莎 這個 是個大醋頭 這小腦袋瓜 到底是如何湊隊的 以上是目前為止到第四話 哇這麼快喔 沒想到這麼快到四話喔 不知道大家看完的想法啊 我自己是很失望啊 真正沒有一個點 到了第二季 還是沒有改善 配角過於路人化 這可是比配角過於白失望 還要更加嚴重的事情 因為配角根本沒有出現 也根本沒有做事 真正美女第一季最弱的就是 除了戀愛跟打擊壞蛋沒有別的人 最最重要的就是家人 還有被破壞的家園復興的問題 美女談了戀愛 就像柯耀一樣 其他事件 第二季 也是除了戀愛 什麼都沒有 家人的部分也是草草帶過 柯耀他們也瞬間變成了路人加一扁電 從來說 希望其他的話術 花生小桃可以做到翻盤 不過我估計 喔 沒想到我那個時候還可以做到 就是一邊噴著同時 一邊對他加油打氣 不像我 已經心已死 已經就是 不想再看了 哈哈哈 但是為了大家我還是繼續看下去了 花生小桃真的沒有戲場 來樣子一樣的配方 還希望觀眾買單 我不一定希望住者按照我的邏輯寫故事 也可以寫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劇情 才打動我 不過很顯然花生小桃不曾改變過 我個人最喜歡珍珠美人魚 海斗跟露雅的劇情 我真的很不清楚裡面的邏輯性 而接下來這兩個人的故事的部分 都是由花生小桃獨立編排的 故事已經擺在那裡了 所以動畫圖只好圓風浮動的照搬過去 珍珠美人的其他角色 波音、莉娜、沙羅 甚至是里人 或是妮可 前面那些的個人故事 我都有做過影片了 唯獨妮可的影片 我沒有做 原因不外乎 就是因為她的故事太短了 妮可可是守護美人魚公主們的隨從 所以雖然自己的愛人告白 也知道無聲、聖有聲 害群度過聖遺的時光 無意看出動畫主 都有把他們所背負的壓力 也沒有寫出來 且都是由動畫製作組改編而成的 不然漫畫你會看到 他們莫名其妙作為一對情侶 不過唯獨一個 我覺得花生小桃 前面我記得很多觀眾說 那時候花生小桃只是作畫 然後有人寫 寫他的劇本的編排 所以花生小桃只是畫畫 不過這次都是花生小桃 新日曹桃的AQO系列 只能說更慘 但是呢 長大之後呢 其實我對於露雅跟海斗 有不一樣的想法 等我哪天可以收集給大家 這是你知道嗎 有比較有差別 神助美人至少 他們兩個人在玩 就是躲貓貓遊戲的時候 還有一個理由 我還能夠理解為什麼 可是呢 當這次我們AQO的時候 就是不知道在幹嘛 變成劇情還是可以的角色 那就有小柏跟幽莉的劇情 不過那也是顆粒的範疇啊 動畫圖最屌的地方 就是把標誌 弄得更加標誌 米兒在漫畫裡面 是海斗 親子 親手奉上 露雅的珍珠項鍊給米兒 的低能欣慰 而動畫則是很巧妙的安排 讓露雅看到海斗 幫米兒帶上了納木 如果珍珠美人沒有搞出什麼 驚人的發展的話 我是不會再更新珍珠美人系列啦 大家可以看看我認為真正好的珍珠美人故事 我相信你們一定會有所改觀的 我是少爺教阿索哲林 我們現在再見 See you 嗨大家好 這邊是少爺教阿索 上一集我想大家應該是歡樂滿滿 不過我這邊先想要簡單的回顧一下事情 露雅的女兒跟她媽媽一樣 露雅小時候見到男主角 黑莎 兩個人就一見鍾情 不過黑莎長大之後 變成喜歡看女生很近 摩鼻子的耳男 有一次黑莎又溺水了 露雅趁別人昏迷給我偷情 不過好運並不長久 露雅被告知 她不該跟陸地上的人類在一起 她為了人魚族的延續 她有了被母親約定的 人魚結婚的約束 在第二話的時候 因為黑莎對待人類型態的露雅太壞了 所以又想要白給 白給之後 第二天為了偷看黑莎衝浪 還給我觸膠 傷了魚脊尾巴 真是海鮮之地 然後又白給黑莎了 真是還讓大家看到 露雅人類型態的裸體 好不容易把露雅帶回她的家 露雅可是非常的失望 我不想要去我家 我比較想要去你家看 又打又硬的電視 所以主動白給 把自己送去黑莎的家 因為露雅等到來 黑莎與自己的同事基友 想要搶奪露雅 黑莎很不爽 甚至又想要跟露雅摸鼻子 以上是上一集的懶人包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來了 請問黑莎靠露雅這麼的近 是因為什麼原因呢 1.露雅啊 你的嘴巴沾了糖霜 真想讓人嘗一口 2.露雅啊 你的臉上沾了些東西 我幫你拿開 3.露雅啊 你有事跟你說 公布答案 答案是3.我有事跟你說 不是啊 你有病是不是 你有事說就說 你貼照的金是想怎樣 我跟你們說 你們女生之所以會被渣男騙 就是因為少女漫畫 這樣帶壞你們的 拜託 你被一個不確定關係的男生 靠得這麼近 先你給他一個發掌 而不是再犯花痴 噢 他靠我好近 他是不是想要親我 不是我講真的 你們女生要會保護自己 不然誰會尊重你 你都會把自己送給男生了 然後又怪男生親口不理 欸拜託 你自己送給男生 有男生好好對待你 你是不是腦袋出了一些問題 你都不尊重自己了 何必別人尊重你 好現在我們拉回來 黑莎看著露西亞的痛苦 越發出神 好像似曾相識 露西亞他 我真的覺得我有精神分裂 前一秒我還在 非常憤怒 怎麼可以這樣磨鼻子 好下一秒我就要切換露西亞 一個全神灌注被 被黑莎瑞麗的眼神的目光 所感到害羞的小女孩的那種感覺 那個有時候只丟過我的小女孩 不過黑莎還是老樣子 到嘴邊的話還是開不了口 就轉過身來說道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嗎 露西亞真是很緊張 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把桌上的氣泡水 給喝進肚子裡 永遠緊張的感覺 沒有得到緩解 還給我火上加油 美人魚會因為氣泡水喝醉 露西亞直接請抱住黑莎的後背 然後自從進到這個房間裡面 躲在包包裡面的小企鵝 他的動作都沒有改變 他是真的很頭痛 這邊我要說個體會話 其實在珍珠美人魚原版裡面 好像也有喝汽水喝醉的時候 那個時候也是路亞白給 完全都是一模一樣的場景 但是 但是他在裡面什麼也不能出聲 但是露西亞 把黑莎的頭扭過來說道 好好看著我 我其實是 但是好像太小聲了 所以黑莎沒有聽清楚 回到了家中 露西亞高高興興的跟莉娜 波音以及露雅 分享這個快樂的故事 莉娜跟波音倒是開放的態度 表示你該不會有喜歡的人類男性吧 搞得露西亞極度的害兆 不過與之相反的是 露西亞卻嚴厲的告訴她 你的慰問夫一定是人魚 你不要妄想會跟人類有將來 露西亞聽到之後 十分的奔奔不疑 媽媽到底憑什麼可以這樣苛刻 為什麼媽媽跟爸爸可以在一起 實在是實在是太狡猾了 然後露西亞就跟 其實那個時候我就已經很想講了 露西亞跟海斗本來就是一個 好像大家不太認同的一對情侶 因為那個時候 帕達拉薩祖是毀滅他們 珍珠鮪魚世界的壞蛋 所以其實是大家不太認同的 這個也是他們大家不太認同的 我不太懂為什麼 露西亞不會 跟露西亞站在同一邊 反而還要這樣子 對於露西亞這麼的 苛刻 被抓住了 被抓住的露西亞 沒有靈性掙脫 好像軟胖胖的東西 這漫畫裡面 會年年吸收精力 是基本常識了呢 不過卻被南極美人魚給拯救了 欸不是欸 露西亞在太平洋 你堂堂這南極公主 到底為什麼會在這裡 算了 我們不討論這個 露西亞他們趕了回來 其實我那時候也很想吐槽 基本上根本沒有美人魚在自己的海洋 全部都在 那個是什麼東西 全部都在同一個島 其他的海洋都不重要 其他的海洋都不重要 對阿 著急的擁抱露西亞 事到如今 也該讓露西亞 了解現在的狀況了 海洋的黑暗勢力正在萌芽 我們需要露西亞 魚人魚結婚 誕生出新的力量 以抗衡這個新的敵人 得知了此事的嚴重性 等一下我沒聽錯啊 勢力正在萌芽 我們需要露西亞 魚人魚結婚 誕生出新的力量 等一下 這是什麼A片劇情 這是什麼A片劇情 我那時候沒有想到 做愛之後生了小孩 然後誕生新的力量 這個不是很常在Aman看到的劇 不是Aman喔 做愛之後可以讓女生 產生一個新的更強大的力量 然後去再生敵人 踢著珍珠鮑魚外皮的Aman啊 以抗衡這個新的敵人 得知了此事的嚴重性之後 露西亞在學校遇到黑鯊 總抱起著一大段距離感 直到背對黑鯊之後 抑制的淚水還緩緩流出 雖然此時天空下起了磅礡大雨 露西亞為了避雨 來到了小木屋 看到了小木屋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吧 根據花生小桃的小腦在刮 我直接預判 露西亞估計又要出事了 小木屋裡面出來的一位男人 你不說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為什麼我會說小木屋會出事 因為基本上上一次出現在小木屋 就是瑞亞這個人魚竟然觸礁了 所以他的腳受傷了 然後被搬到小木屋裡面 全身脫光光跟嗨鬥 有一些激烈的互動 然後這次他要跑進了小木屋裡面 一定會發生什麼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就說小木屋是沒什麼好事的 我還以為你是從中世紀穿越過來的 然後露西亞竟然被電到石魂堅倒 直接扑倒在陌生男子的懷裡 不是你真的不應該這樣 白給也不能這樣給 你要給就給我嘛 我帶你去吃蛋水阿給 好啦我開玩笑的 這個壞蛋用眼睛幻術控制了露西亞 露西亞完全沒有抵抗力 不過就在這時候 黑莎破門而入 然後就沒了 不是啊你 你好歹也來個帥氣的追逐正系馬吧 然後我合理懷疑 黑莎是跟蹤狂 剛剛不是才黑莎與露西亞擦肩而過嗎 只會下一陣間 黑莎就跳出來 拯救露西亞了 黑莎確實是跟蹤狂 但是他不是一個變態 他直接跟露西亞說 他是因為感覺你的近況怪怪的 所以才跑回來看看你 不過露西亞還是一怪 我這邊要強調 為什麼我會說他是跟蹤狂 不是變態呢 變態是那種 就是都不講 然後一直在那邊 尾隨跟蹤 比較直接的跟你講的 我覺得這反而是 欸關心的立場 比較不會那麼的 不知道你在幹嘛 然後會讓民主很害怕 所以我覺得這是 跟蹤狂跟變態的差別 好像沒有比較好 隨便 換的珍珠美人魚女出角的風格 寶寶心裡苦 但是寶寶不說 就在這個時候 黑莎告訴他 你要來看我衝浪比賽嗎 我很希望你能夠來看我 這句話直接給露西亞 一個暴擊重創 雖然我很想勸大家 不要這麼的好騙 但是 我這邊想幫露西亞平綁 曖昧的時候 這樣簡簡單單 一句耐心味的話語 才是真正最有趣的時刻 我記得在珍珠美人魚的時候 也是一樣會有 說你會來看我衝浪比賽嗎 不過 那個時候好像 是比較有趣的 我記得反而是那個時候 露西亞好像被一個男生弄到 好像海斗出來保護他吧 那個男生也是衝浪很厲害 他說他要跟他衝浪一覺搞笑 希望露西亞可以看到 海斗正面的贏過那個男生 這麼好戲嘛 結果本來是別人 就只是不知道要幹嘛 所以就覺得他衝浪就沒了 搞得衝浪變得是可有可無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就好像他只是跟海斗的附屬品很像 的一個東西 但是完全沒有得到深化 就很可惜 所以喝完下午茶 露西亞還跟黑莎 在海邊塌浪 不過露西亞這個人 只要一安靜下來 他就會胡思亂想 怎麼辦 對我說出這樣的話 要我就根本沒有辦法放棄 如果我 這也不會見到黑莎軍了 露西亞突然認真的猛猛 讓黑莎震驚 露西亞脫口而出的話 是聲勢熟慮之後 所發出來的訴苦 所以黑莎的話不說 就直接A了上去 然後再殺氣騰騰騰的告訴露西亞 我想要見到你 不過露西亞卻偷口而出 對不起之後 變慌慌張張的 弱光而逃 前面3.5話的質量 非常的糟糕 然而這次 竟然只講到1.5話而已 比上一集的瘋狂吐槽相比 這一集反正是意外的還行 發生小潮是有進步的 天啊我的高水怎麼會跳到這麼低啊 而且後面6.7.8.9話 我看完之後 可是相當的震驚 等下一集更新的時候再告訴大家 這邊 對那個時候已經就是 明明知道我剛剛所講的這些 但就是算了你知道嗎 就是至少沒有太誇張 對但沒想到後面就是 正在走台 嗨大家好 這邊是少年大廈 正是我們的阿可 還沒補的 第五話 背心之後的露西亞 躺在家中的床上感到迷茫 不過這時卻有一位不速之客 那就是咖啡店的店主 那話不說 直接把露西亞強制帶走 這位新boss厲不厲害 我不知道 但是我根本也很確定 他一定是跳水高的 他在空中瘋狂的翻轉 直接就這樣墜入海洋 你就知道 這真的太浮誇了 這真的太浮誇了 那個 世界 世界級的 跳水高手 他至少跳了 他至少跳了接近一兩公里 這個魚尾巴多麼強而有力 大boss與露西亞緊貼在一起 露西亞的臉 貼住在他的鎖骨那邊 有淡淡的發到氣息 緩慢溢出 大boss此時深情在抓住露西亞的臉 你知道嗎 我都不知道我當時到底想什麼 你知道我是試著去理解 就是 那露西亞 就是被 可能被誰抱 就被暈走 那個 暈出來的女主的個性 我只是覺得 就是中世紀的味道 要怎麼形容 土土我聽起來很難 很不命一人 所以只好用霸氣的味道來形容 露西亞 裏大boss對視說到 黑莎這樣的人類 有什麼好的 不過露西亞 卻是心裡不平的反抗 他不想輸 雖然我不知道他要輸什麼 但是珍珠在此時 綻放了光芒 你現在知道他是壞蛋喔 那你在臉紅個屁齁 小媽媽的故事 就連海董跟露雅親吻的故事都有 不知道有沒有 真露雅 對對對 這是重點 那個珍珠有大家的故事 可是這個跟大家的故事 到底跟他有什麼關係 他會因此有這個責任感嗎 我直接跟大家說沒有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畫面 到底是哪來幹嘛的 所以就讓出現這些畫面很玄 不知道為什麼到底要出現 露西亞老實的故事就是了 但是這不是重點 露西亞不會一起往事 也隨之轉變了身形 露西亞拿起手中的麥克風 犧牲反抗這個大boss 之後趕回來的媽媽 然後再看向露西亞說道 你成長了呢 不過經歷這次的覺醒之後 露西亞反倒是開始迷茫 握著手中的珍珠 她開始察覺自己的重大責任 不過卻被白莎給搶了過來 並且讓我 哲鈴感到很迷的是 露西亞並沒有跟她搶回來 則是等到了隔天 才私下跑去走 不是 不是 大家要記得喔 這個畫面 大家真的要記得這個畫面 所以她搶走了白莎 的珍珠項鍊 只要記得 白莎 不過白莎可是白馬王子 她的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 所以就連黑莎都不禁妄想 想要找地方獨處的兩人 白莎把露西亞帶到學校的游泳教室 白莎非常的心思細膩 她知道露西亞不敢靠近水域 還有露西亞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她想要露西亞告訴她這個秘密 她才會還露西亞珍珠 不過露西亞怎麼可能會告訴她 兩個人扭打在一起 一個不小心珍珠還因此滑入掉進水裡 這些打情罵笑的戲碼都被黑莎帶個正著 不過黑莎二話不說跳進了水面 拿回了珍珠 並且用力的報警露西亞 告訴露西亞無法認受 你跟別的男人這麼的靠近 露西亞老毛病又犯了 替你覺得你喜歡人類狀態的我 但是現在卻跟人類狀態的我說這樣的話 誰知嘴巴不禁脫口而出 真的是太自我了 最討厭你了 不過身體卻很誠實 明明嘴巴又交叉在一起呢 回到我家裡覺得很狡猾什麼的 都給我忘記了 現在露西亞的腦袋裡 都是輕輕的害羞畫面 就在這時黑莎傳了簡訊給露西亞 對了嗎 你也是 我想起來了 我想起來 海斗 會跟黑莎君有沒有 天差地別的差異 就是 在珍珠路人魚中 海斗是對於人魚形態的露西亞 真的是還好的 真的是有點麻木的 相反的 他對於人魚形態的露西亞 是完全是身分顛倒的 說不出話來 每次都被震驚 我小時候不理解 為什麼兩個人看到對方 然後就不講話 到底是在躲什麼意思 可是現在我好像是不理解 露西亞 他變成了人魚狀態的時候 產生的氣場 可能真的跟人類狀態是不一樣的 這所生發出來的氣場 海斗迷著生魂顛倒 然後此時無聲勝有聲 才會讓兩個人享受在這個當下的時光 可是這都不重點啊 那黑莎君就是什麼 純粹的一個變態 純粹就是不知道兩個人是一樣的人 但是就喜歡上這兩個人 就高興 非常尷尬 他在第二季的時候 是海斗失憶 所以才可以繼續演 就變成海斗是對露雅 這個人類狀態 任餘的狀態 是開始產生興趣的 這又是一個全部重新的開始 但是呢 他就算再有興趣 他也會以 敏兒拯救他的人為主 我覺得雖然很切心 然後大家會把所有憤怒點 轉到敏兒身上 大家也會對於海斗有點生氣 可是我覺得這整些事情是合理 他如果失憶之後直接跑去跟露雅在一起的話 然後不理米爾 我反而覺得這是對於他的人格上的一個侮辱 所以我覺得其實海斗塑造這個角色 是還不錯的喔 相比於黑莎 這個盜版的海斗而言 我覺得是非常的似不像的 甚至是完全沒有什麼 讓我覺得兩個人超越的可能 他就只有感覺沒有像海斗這麼的嘴賤而已 但是除此之外 沒了 對不起 晚安 簡簡單單 露雞亞開始自己腦補 自己都過得出 討厭你 對方會不會想不開 從而做出什麼事情來 想到這些 不知不覺之間 竟然走到了黑莎的家裡 自己還默默心想 自己在犯什麼傻 有沒有這麼想跟黑莎一起去上學啊 不過越是對於自己 跟黑莎的關係感到焦慮 越是不敢跟黑莎 有更近一步的接觸 所以到頭來 露雞亞只能默默的在海邊 看著這個浪潮的潮起潮落 哀聲嘆氣 不過這時 珊瑚卻出現了 他分離的撲向海裡 大大方方的告訴他 我是你的侍從 為了在這個陸地上 保護你的安全 而聽從你的差遣 我有兩個性別 特別是男生跟女生 在成年之後 才可以決定性別 露雞亞喜歡黑莎的心情之中 隨之遇到的種種的困難 我似乎能夠理解 因為我是你的侍從 但是我喜歡你 你願意接受我的喜歡嗎 然後露雞亞竟然給我答應了 我的媽呀 最後散呼給露雞亞的打氣之後 並且幫忙 撕開比大BOSS 純粹感還強的白莎 露雞亞大大方方的告訴黑莎 我喜歡你 並且心想 你終有一天一定要認出我來 黑莎則是還給了露雞亞 之前露雞亞掉落的貝殼 並且說到 她總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要交給你才對 露雞亞以親吻 當作打謝的謝禮 不過今天 倒是出現了一個新的轉學生 這位新的轉學生 有著橘色的長髮 並且馬上盯上了桌上的黑莎 剎那間黑莎的腦海出現了一位人魚 這個人魚 是越露雞亞截然不同的氣息 你究竟是誰 為什麼 我的腦海裡有這樣的記憶 黑莎約了露雞亞來圖書館學習 不過心思卻根本不在書本上的治理行間裡面 但是今天的圖書館卻意外的熱鬧 圖書館的門被鬧轟轟的拔開 辛羅急急忙忙的跑向黑莎 並且抓緊黑莎的襯衫 希望黑莎救救他 辛羅默默的暗算 敵人好像走遠了 不過我 哲林倒是覺得很奇怪 這個圖書館怎麼弄的格局這麼的緊啊 還有花生小桃 想不到新的壁咚滴咚是嗎 不過黑莎倒是眼神銳利的說到 你這是在搭上我嗎 哼 辛羅倒是不甘施弱的回答 你叫做黑莎吧 我們是不是拿來見過 不是 剛剛不是還很害怕有壞蛋嗎 然後怎麼現在就是 感覺好像算一秒是在演戲的感覺 但是我那時候就想吐槽了 沒辦法 現在才有辦法 在這個時候 好好的吐槽一下 其實 你是不是想起了什麼 而這一幕 卻被後來趕上的露奇亞 給恰巧看到 我們下期待續 See you 我真的覺得這是披著 人魚的八點檔節目 嗨大家好 這邊是薩家阿蘇 上一集還沒有看的 趕快看一下 因為這一集開頭非常的刺激 露奇亞看到了辛羅跟黑莎貼在一塊 黑莎冒著冷汗 就像是真的被抓奸一樣 辛羅掠過了擋在前面的黑莎 來到了露奇亞面前 欣服露奇亞的烈家說到 是在想我們剛剛在幹嘛嗎 想知道我們有親吻嗎 真是一個不淡定的人啊 你在想什麼 全部都寫在臉上喔 為什麼 為什麼 你怎麼變成這個樣子啊 你好壞啊 你不是那個我曾經認識的那個 純真的沙羅了 這些綠茶表的台詞 到底是誰教你的 露奇亞生氣的打掉觸摸臉頰的手 氣憤的說 我要回去了 黑莎再見 正許東 我給100分啊 誰叫你 傻傻呆呆的 跟別的女生貼得這麼的緊 回到家之後 露奇亞已經氣消了 現在轉變成失落的狀態 散步摸摸露奇亞的臉頰 安慰露奇亞 告訴露奇亞 一起去夏日記三星 這邊我想要提一下幾外話 露奇亞的厭家 有這麼好摸嗎 我也要 算了 這麼重要 露奇亞的媽媽們 也很有興趣 想要參加 並且大大方方的分享 自己過去的戀愛故事 想要藉此來安慰露奇亞 波音表示 他之前也是因為情敵受盡折磨 非常的懊惱 不過波音沒講的是 沙羅與波音的對決之中 原來沒有贏過啊 原來沒有贏過啊 至於旁邊的露奇亞 有的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露奇亞發自內心的感受啊 所以大家一盡人就來到 珊瑚 有沒有出一本 GL 叫GL嗎 珊瑚跟露奇亞的黃色小書 我去推薦大家 第二季 這邊啊 我覺得很可惜 露奇亞跟海豆 蒂娜跟亞紅 波音跟祖 通通沒有畫面啊 只有露奇亞跟珊瑚手牽手 露奇亞 露奇亞 你不是應該 埋怨黑莎 你跟別的女人 對對對 真的 露奇亞 就睡意到了露奇亞身上 露奇亞 你不是應該 女分什麼的 通通給我閃遍去 黑莎 靠近露奇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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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奇亞 昨天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 辛羅 出現了 辛羅 你又學壞了 你怎麼可以學板敗出來 我 你這樣 我就是這樣 我就是這樣 保護著辛羅 一把抱住了黑莎的手臂 並且把黑莎 拖去了海邊 我只能說 這個轉場 實在是太硬了 還有黑莎 你倒是有骨氣一點啊 到嘴邊的話 就給我說完 再被捉走 到了海邊 黑莎的辛羅 話都還沒說半句 海嘯 又來了 我的媽呀 然後黑莎 又被抓走了 露奇亞 著急想要拯救黑莎 不過組長 在露奇亞 面前的是伊茲爾 伊茲爾非常的生氣 他是凱特 第一位 所派出的女妖怪 但是露奇亞的媽媽 卻竟然把凱特 給處理掉 伊茲爾怒火喊道 現在 就是復仇的時刻 上榜水龍 不過就在這個時候 其他是沒人魚 趕到了現在 但是 我們可以看到 露雅卻不在其中 現在對局 拉開了序幕 我們下集再續 不過下一集 老樣子 珍珠美人魚永遠不在其他的海洋 統統在同一個亞洲的海 嗨大家好 我是哲林 我知道大家都在推述我 珍珠美人魚的續集 可是沒有到一個段落 我真的不想發出來跟大家討論 露奇亞因為看到西融跟黑莎 搞在一起 你也弄我弄 所以又氣到跑去海邊 透透氣 然後之前凱特的水搖 抑制了 竟然回來想要復仇 水龍掐住了露奇亞的脖子 露奇亞使命的掙扎 但是似乎抵抗 沒有任何效果 露奇亞失去了精神意志 不過就在這時候 水龍被打破了 是露奇亞媽媽的夥伴們 所有人匯集在一起 就除了露奇亞媽媽本人 沒有到達現場 進入埋怨的打斷 眾人的談話 你們對這些愚蠢的大人 真是可笑 一副嘻嘻哈哈的樣子 這有像是準備好守護海洋的打算嗎? 並且對露奇亞眾人 發起了攻擊 露奇亞的珍珠被辛羅奪走 露奇亞則是告訴辛羅 我們不該這樣的 冤有珍珠的人魚 應該同性協力對抗敵人才對的 辛羅倒是反駁問道 你真的覺得 你有在做公主 應該做的事情嗎? 到底戀愛跟大海 對你來說 那個比較重要 太清醒了 你乾脆別當公主好了 這顆珍珠 我就收下了 哇操 辛羅 你真的太有道理了 我被說服了欸 真的 這個反派的邏輯 都在線啊 露奇亞 就只是個暈船仔 我就嫌這個動責大人 實在不應該交給你才對啊 辛羅繼續補充說道 我是故意勾引黑莎的 我根本不喜歡他 也不懂得什麼叫做是戀愛 真是無聊 好吧 整個動 整個動 你這已經不是勾引了 你這是一坨頭 你這是一坨頭 因為專載得出來 對 前一秒講的話十分認同 後一秒講的話 直接打入地獄 完全不知道在幹嘛 真的真的 你的手法惡劣啊 也看辛羅即將達成目的 六致大吉 海洋中突然再放出閃耀的光芒 露奇亞的媽媽露雅 現在是海洋女神 阿克安妮之那女神 露雅的現身告訴露奇亞 必須是露奇亞你 才能夠淨化 被黑暗牽打成辛羅的內心 跟女兒講完悄悄話之後 轉頭過來 速度即放 就是給大家新的歌曲 除了小一輪的露奇亞 其他的人魚 都是上一代的主角群 為辛羅展開現場演唱 辛羅因為大家的歌聲陷入了混亂 就在這個時候 又有人出場了 是中世紀髮型的大BOSS 我拜託你們 下次再有人知道 就不要進來了 給我在門口發展 我管你是莉娜一群人 或是辛羅還是大BOSS 然後一直的人呢 告課了是嗎 放一條水龍出來 就沒事了 我現在很氣啊 好 好不見就不見了 真只是先於事無補 我們繼續看劇情 陷入混亂的辛羅 進入了昏迷狀態 大BOSS又使用了他的眼睛 迷惑辛羅 大BOSS告訴辛羅 將你的心靈與身體 全部託付給我 會更加的愉悅喔 壞掉 難至於的是 BOSS的名字 好像下一秒 又要被帶走了 陷入下大聲呼喚 辛羅不可以 大BOSS是不會讓你的心 獲得幸福的 他在欺騙你的感情啊 幹 搞半天 辛羅 你也是個暈船仔啊 我的媽呀 大BOSS大聲呼喚 閉嘴 之後便出現了 神秘的水晶吊等 產生的海浪漩渦 把所有人給摧飛了 陷入下在岸邊醒來 居然是穿好衣服的 不得不要吐 不得不吐槽啊 壞蛋 把所有逃跑的能力 都用在攻擊身上 應該可以扭轉這一切 好這不是重點 陷入下哭哭啼啼啼的表示 他眼睜睜的看著辛羅被帶走 但是自己卻毫無辦法 不過就在這個時候 有一個陌生的男子 呼呼其來的到來了 拍一把暴擊受傷的路西亞 不是 你又是誰啦 我都說了 你是聽不懂國異是嗎 好可以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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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 又誤會了路西亞 不是 不是我都忘記了這個梗了 我原本好像也是看到這邊才覺得 幹你人可不可以不要出場這麼慢 就是 就好像這個劇情很無聊 很單薄 所以從後面一直加進去 然後來衝擊速 然後來讓這一集做完 我就覺得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又跳出來一個人 然後我看完這一集之後 突然又回想 為什麼只有 路西亞這個新的美人魚公主 然後其他美人魚公主都不見了 珊瑚是他的侍從 我不知道 花生小桃有沒有對於這個東西 有一個新的設定 我是覺得沒有啊 我是覺得 因為其他人都還在 所以就沒多想這樣子 然後 路牙變成了女王了 所以路西亞要當公主 我這一集都要演完了 你才過啊 我連叫你罰站都沒 這個好笑 連叫他罰站的機會都沒了 然後呢我連還沒講 都沒機會 我就把自己卡掉了 有好笑 自己補充自己的笑話更好笑 太尷尬 嗨大家好 這邊是少女叫她說 其實上一集 黑莎看到路西亞 被別的男人抱走 然後黑莎 就回家了 你在幹嘛 不好意思 才開場第一次 句話而已 我就受不了了 是啊 路西亞被陌生的男生抱走 你倒是過去寬心一下啊 你到底在盧什麼意思啊 陌生男子 把路西亞帶到家中 路亞聯邦跟灰莎道謝 路西亞好奇的詢問 媽媽 你的是灰莎是嗎 媽媽告訴路西亞 她是北太平洋的人魚王子 所以她是你的未婚夫喔 灰莎 這時候才親吻路西亞的手臂 告訴她 不論如何 都還要請你多多指教 路西亞老樣子 有時害羞的無法自拔 唉唉 化身小草 你可不可以不要把女生搞得這麼easy啊 不過路西亞 害羞被害羞 她還是想要主導自己的愛情 不想要被他人給左右 不過既然灰莎 這位未婚夫都到來了 路亞媽媽準備了家庭派對 藉此來歡迎灰莎的到來 路西亞吐槽表示 怎麼大家都在啊 大家一口同聲地表示 因為灰莎 她是人氣的偶像團體 PTS裡面的隊長 尊重聲明一下 絕對不是PTS 防彈少年團的盜版喔 P 是P曲 P 是日語 心跳的意思 S 明星的意思 火二 火一回答到 看帥哥 可是不分哪一邊的喔 就這樣波瑞跟珊瑚還特地為時大家吵了起來 沒有我覺得其實反而這部分 有讓花生小桃的作品讓我覺得很加分 就是波瑞跟珊瑚在吵架 這個故事是很加分的 有讓角色變得更立體 還有我嚴重懷疑 花生小桃很喜歡珊瑚這個角色 我覺得他做這個角色反而是非常的立體 不管是他每次對於露雅的難過的加油打氣 然後甚至他的加油打氣引導這個事件 不妨要覺得上路才是女主角 怎麼會這樣 露雅表示 幹 你們怎麼比我本人還要吸氣啦 旁邊的灰沙都會覺得小沙小腦才會熱鬧 盡頭回到了黑沙這邊 難過的黑沙轉開了水龍頭 試圖起去非常的緊急 不過還是十分的不甘心的說到 怎麼可以 我把他讓給這種男人呢 到底是哪種男人呢 黑沙 你不要你得不到就開始厭世喔 人家可是明星耶 你呢 愛衝浪 然後又溺水 在圖書館跟別人摸鼻子的渣男 海斗跟黑沙一起衝浪 衝浪完之後 海斗誇讚黑沙 衝浪的技術進步得非常的多 並且搖越黑沙 一起來家裡做做 一到家 海斗就叫黑沙 先去洗澡 幹你老是耶 遇到跳洗洗澡 遇到黑沙去洗澡 遇到解壞主意 把飲料倒在露奇亞身上 好像露奇亞跟黑沙 在浴室巧遇 黑沙一開門 就看到露奇亞在泡澡 露奇亞急急貓貓的躲進水裡 不知道黑沙有沒有看到 自己那條魚尾巴 洗完之後 黑沙過來找露奇亞 想要跟他道歉剛剛的事情 露奇亞表示 沒事的 不需要太在意 黑沙十分的認真 他覺得應該要好好的道歉才行 所以他就忍不及把AIR上去 你這叫做認真的道歉 哈 就在這時 我一破門而入 叫露奇亞 不要待在房間裡面了 露奇亞在等你了 露奇亞一見到黑沙 就直接說道 你明明有我這個未婚服了 露奇亞這個人是誰 媽的肥皂氣 黑沙八點檔 露奇亞在面前說道 我是露奇亞的男朋友 露奇亞聽到男朋友這個詞之後 整個人春心蕩然的樣子 會上他插起了口袋 沉穩的答覆 哼 男朋友嗎 我倒是還不打算認輸呢 不過是剛才要說這裡 我也不相信他 其實我覺得 鄭祝明阿可到這邊 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跟海斗不一樣 海斗是對於人魚心態 完全是 喜歡 然後對人類還好這樣子 可是這一個是 兩個都喜歡嘛 當然對人類狀態又直接聲稱是男朋友 但是露奇亞就是非常被動 然後沒有什麼作為 然後一直失去這個狀態 我反而 我反而覺得 如果一直失去這個狀態的話 如果又回到後面那種很尷尬的狀態 會覺得很奇怪 我很好奇 花生小桃應該是不會處理好 這邊的狀態 我覺得他之後應該沒辦法處理好這個狀態 一定會回去到 那個互相在那邊 你追我藏的戲嗎 上一集我們提到了 灰鯊要跟黑鯊對決 而對決效果不是游泳比賽 灰鯊不愧是灰鯊 完全是不平等的對決 堂堂仁儀王子 物理障的那一種 又長仁儀尾巴的那種 要跟從小的溺水刀 然而灰鯊去世 他自信地表示 非常地公平 正合我義 我只能說 難怪他是溺水 我常會在看男生互相嗆蝦 他爭奪自己的露西亞 多遇到的感到害羞 張虎則是管理3C21 純掉了露西亞的外套 露西亞下意識的護住自己的胸口 張虎真是的 但黑鯊卻是完全沒有翻過這個大貓眼盒的機會 我只能說 不專心準備比賽 你會溺水真的是勇 哈哈哈哈 你不能看到 那是以前露西亞讓海斗 瘋狂鼻烈的勇意啊 張虎自豪地說到 我事先調查過 不是啊 你不是才剛剛跟露西亞告白過嗎 你怎麼可以幫露西亞挑又皮啊 唉 害羞露西亞立刻回擊珊瑚 也扯下了珊瑚的尾桃 白鯊被出其不意的一幕 倒翻了手中的飲料 為什麼花生九頭要把整部劇的奶性 弄成變態一樣啊 我不吐槽了 我們繼續說 露西亞新高產業的自拍 他要把照片傳給海斗 我也是在自拍說到要發給小組 莉娜則是在跟雅虹通話 那個我現在在海邊 而一旁的西波 只能無語地看著他們 先想到只有我一個人 現在終於來到比賽的時刻了 露西亞跟白鯊打得難分難解 而這場比賽 還有一群不請自來的圍觀者 那就是深海宮殿裡的新羅 他頭眉宮殿地看著 黑鯊在為其他女人拼搏 而身旁的大boss 關心了循文新羅的狀況 其中逞強地達到 沒什麼一些無聊之物 其外話 不可以這些半身群極高的評價 新羅看著他人為這場比賽激動的時候 新羅有著理不出的複雜情緒 這煩躁的心情怎麼一回事 但是羨慕又像是後悔 大boss平常手中的酒杯 達到那是忌妒啦 新羅緊張地說到 我嗎?有黑鯊?灰鯊? 不可能 大boss成功了 誕動起了新羅的負面能量 並且還當起了解說員 不是 他不是在一開始說 我對於那男人沒興趣嗎 還記得嗎 在圖書館跟他親親吻我的時候 然後對於 露西亞放話說 我對這個男人根本沒有興趣 然後 雖然算是他變成人魚狀態的時候 對其他在喊話 然後 我覺得他很清醒 雖然下一秒就走水了 但我阿爾巴其次 繼續 羅基死亡這個故事 要拯救黑鯊 這樣比賽會不會太不公平 我是想說 都什麼時候 你還是給我關係 就徹底失去了意識 在海上的露西亞 看到了 露西亞看到了 露西亞在海底面的黑鯊 馬上變發出了意義 飄入水中 拯救出了海超裡的黑鯊 至於龜鯊呢 他不可能看半天還在猶豫吧 露西亞都已經從岸邊游過來了 龜鯊竟然還沒有決定拯救耶 這裡 我就要幫龜鯊講話 很明顯是華盛小桃 不想要他拯救黑鯊啦 哈哈哈哈 在昏迷之中的灰鯊 又夢到了他 揮之不去的錯網 躺在人魚的尾巴上 溫柔的雙眸 黃色的雙馬尾 小時候拯救我的美人魚 你沒事吧 睜開眼睛啦 而黑鯊這次睜開眼睛後 眼前的螢幕 與過去重合了在一起 黑鯊又再次被人魚給拯救了 一旁看氣的灰鯊 傲嬌地表示 人魚跟人的愛情是沒有回報的 這次露西亞就讓給你了 下次我要拿 他到底在修修臉什麼東西啊 露西亞的付出 還是讓灰鯊感到動容 大家雖然漫畫已經更新到20話 不過我跟大家一樣都還沒有Cuck 但是到現在13話的情況 我想要跟大家做出我的想法跟猜測 那我們下次影片 會有一個完整的時間跟大家說明 OK 嗨大家好 我是掌握教授索哲林 歷經14話 平均美化23億的珍珠美人阿可 加起來整整322億的情況之下 對照珍珠美人無影相當於是三卷 不論這時候好好的來聊聊 我對珍珠美人阿可的想法 不過在開始聊聊 我對珍珠美人阿可漫畫的小馬之前 還記得我對於她的展望嗎? 我來帶大家回顧一下 像莉娜這種人 思維和平想必又是發不得回去自己的國家 好好照顧自己的族 但這是不可能的事 莉娜的留下 勢必要有一個很好的理由 而她跟接手企業的大老闆 雅航的後續發展 也是令人期待 莉娜敢在雅航生小孩嗎? 假如出生了 就是出席什麼原因呢? 工作者這邊能夠自由起初啊 我覺得我很厲害 我直接預判 莉娜我留下來 然後我也直接預判 我那個時候其實是預判 我知道作者不會解釋 我在那一集有說 希望作者能夠自由起初 我完全就是 希望 完全就是 一個自我保護的機制 希望大家不要 不要覺得我講話過激 不過現在已經事實證明 哼 她是不會圓回來的 繼續看 哇 再來就是波音了 我想看到的是海魚人跟波音的相遇 甚至是海魚人卷路重來 重新追求波音 或是介紹海魚人的新的女朋友 來給波音過目過目 那自圓其所有的部分 才是看作這個編劇能力了 我剛剛扯了這麼多 都在扯 因為社會歷練 也會踏進社會的永續性 實際上做悲劇的工具人 女人追求露雅 追不到 只要被偶求機制 露雅求求女人 米兒通過了心聲 啊 女人又要重新照顧女兒了 我想看到女人 也值得依靠 我推出了對象 米兒就精彩了 中間重生過後的她 也不再是病經驗的身體 希望她可以跟路亞 有更好的碰撞紅花 不要再打可憐牌了 不要再像前作一樣 不要因為劇情 強行降智商 我就在請請米兒 嘻嘻打鬥 OK Perfect 滑花生小潮 根本就是豆皮球的天才啊 她完美的閃躲了我的期待 雖然在意料之中啊 但我們還是要挺住一下 嗚呼 我先解釋一下 我為什麼想要花生小潮服這些課呢 如果想要看現在漫畫劇集的解析 可以跳到後面這個時間點 對於不一切的期待 整部劇集中我最愛的就是她的劇情故事了 因為這是每一個人都會面對的一個很好的課題 就是要選擇你都不愛的 還是一個愛我的 換個說法來說 究竟要愛一個讓我痛苦卻無法自拔的 還是一個適合我但卻有點實之無味 就像波音做出了選擇 不過啊 就在上帝的視角而言 我們是知道的 他是因為海月人在外地 過不得已的選擇 所以當海月回歸的時候 那個時候 就是波音真正直面自己內心的時刻 然後話一句 法師小桃應該不會滿足我的期望 至於米兒跟李仁的話 單純就是希望好的哥哥可以有好的歸屬 至於米兒的話 單純他是整部舊版珍珠美人的影韻之中 性格最扭曲的角色 所以希望她會在阿果有一個精彩的對手戲 以上那些啊 算是屬於我個人的一廂情願 但是我認為有一個角色 法師小桃必須要解釋的 這就是莉娜的人色崩塌 大家還記得嗎 莉娜是一個非常心心念念自己的國家 但過去還要參加自己國家加年華 當務了與雅虹的約會 不過就像是我預言的那樣 阿果他是不可能跟好姐妹參賽的 他成功成為了拋棄國家愛情的福 至於露雅跟波音的話 我本來就不希望他們回國家執政了 這時候你們就一定會 怎麼樣回覆這個人色崩塌的問題 不回覆就是一種回覆 我不知 直接遺忘這件事情 都問我 這裡所以你的預測全都中了是嗎 有一個預測徹底的被打臉 聽起來大家肯定會覺得我不看到這個作品 其實我個人是認為啊 法師小桃還是有基本盤的 他的畫風還是十分有特色的 畫面真的是到現在還是十分驚豔的 主角的小女孩的悸動 一向都是花生小桃的拿手機 但是如今鬼之分鏡又美麗的畫面 在現今農真苦鬥 百家聖明的大盤禁之下 就是能夠抱著情花 力往狂然嗎 為了好好跟大家顧嘆 曾珠美的阿果 我回顧了曾珠美無意的篇章 除了我們大家熟知的 我抄襲我自己的事件之外 法師小桃的畫風轉變 喜歡的人因人而異 這邊我不做屏蔽 但是分鏡這個東西 就是很明顯肉眼可擊的在退步 或是可以這麼說 法師小桃已經退於愛情這個方面 卻把它樂成 大家是不是聽我這個結論非常意外 因為花師小桃在珍珠美的阿果上面 很大的篇幅都在戀愛上面 甚至所有的打鬥都為了要在戀愛上面打開 不過在解釋這件事情之前 我們必須要先聊聊 法師小桃的畫空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在漫畫上面 無印跟阿果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地方就是 女主角瘋狂的拯救男主角 雖然都會有一些沒場面的出現 所以我自己私心思認為 舊版的精美很多 不過花開這一點不談 我們可以聊聊在日常生活之中 開鬥與黑沙續運 在海斗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序景 比如來說 在第一卷的開通 露雅跟海斗去廟會地點 海斗被女神拐住不放 那個淘氣的舌頭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海斗很明顯 並不以為意 露雅十分生氣的離開 鄭重的生命 絕對 因為海斗跟其他女神接得太近 所以她在此處的關係 這邊可以看到 露雅的特寫 她悲憤的難過離開 因為她覺得 這本該是她與海斗獨處的時間 而同一時間 郭雲則是跟著人群走散了 並且撞到了海月老師 露雅的跑開 導致海斗跟露雅分散了開來 海斗找到了露雅 而露雅還在生著悶氣 這樣子的海斗 而我不知道露雅在氣什麼東西 直覺地回答道 我可是答應你了 並且拉起了露雅的小手 露雅整個精神 都在與海斗聯繫著小手上面 不看整個相遇的海岸 究竟海斗 帶我來這裡的目的為何 在動畫裡面 露雅緩慢地看向了海斗 海斗微微地到來 露雅跟自己心心念念的女孩 十分相像 而漫畫的鏡頭 在這一刻 甚至超越了動畫 一幕幕的緩慢帶過 我們可以清晰地感知到 露雅的情緒震盪 露雅先是感受到了海斗的集體 並且緩慢地靠近 等到露雅轉頭發現的時候 海斗已經近在此時 貼近露雅海斗 造出了對於人羽數不盡的思念 以前我在這個海灣 曾經聽過一個很禮妙的歌聲 一直到現在 我都還無法忘懷 在這裡 漫畫使用的是類似 採影的方式 與動畫平推運進的方式 更深入口 接著動畫是被海斗電麻了 並且急忙抽手 漫畫選擇的是 被海斗緊迫的壓力 壓到喘不過氣來 大口喘氣 最後露雅唱了 古雲不全的歌 來緩解壓力 失去鬥熱了海斗 但是露雅直時刻臉上的表情 已經不會殺死了 所以再來是想要討論現場 因為他不明白 自己為何要憋屈隱瞞自己的秘密 鏡頭轉在海斗 海斗握緊脖子上的珍珠項鍊 輕撫著額頭 究竟是安慰自己 還是告訴自己 別殺了 怎麼可能會是你 眼神有些寂寞 正當所有的觀眾 看過了細節之後 鏡頭拉遠 無力看到美意的星空之下 海斗孤獨的背影 漫畫短短的八張畫面 我們可以講這麼久 你可以看到花生小桃 當年在少女星的刻畫上面 是有所琢磨的 與珍珠美雲無印不同 阿可漫畫的詛咒回憶 我們可以用以下的例子說明 除此於第三話 等於露奇亞剛剛被黑莎給拯救 並且還被帶到小木屋之後 變回了人類狀態 黑莎回來之際 露奇亞已經成為了裸體狀態了 黑莎霸氣了脫掉衣服 然後砸在露奇亞的眼上 姑且我們先不吐槽 脫衣服給女主角這個男子已經演過了 但是黑莎跟著這狀態的露奇亞 是第一次的親密接觸 並且也是第一次的深度交流 但是小桃要怎麼處理呢 她選擇了露奇亞是屬於欲求不滿的類型 對於黑莎的遲鈍揍著眉頭 並且面有藍色 聽你說道 那個人魚是我阿 像是覺得黑莎應該要多付出一點 整個氣氛與舊環的緊張 以及少女心澎湃的感覺不同 相對的壓抑 甚至有一點憤怒的感覺 整在小木屋的旅程裡面 露奇亞根本不懂跟黑莎說話 黑莎的心根本也不在人類露奇亞身上 唯一搭上的話題就是露奇亞希望黑莎認出自己 但卻被黑莎一句跟你沒關係 導致露奇亞不說話 唯一的氣氛之下結束了話題 可以說是小木屋之旅以失敗告終 而都不怎麼講話的露奇亞 我想在黑莎的印象裡面 應該會是覺得露奇亞是個高人的入海 緊接著下一幕就是黑莎把露奇亞帶回家的畫面 這邊可以描述露奇亞把剛認識的男生 帶進家裡是什麼樣的感覺 但是花生小桃並不這麼選擇 她選擇側重在描寫露雅跟海斗對於黑莎的反應 直到黑莎離開的時候 才清點露奇亞的額頭照片 也有這段毫無願情進展的家庭訪問一個彌補 在這一話的後半段 是露奇亞去推完黑莎衣服 在黑莎的住處之下認識了白莎 這裡白莎瘋狂的與露奇亞展開公式 這個時候黑莎跑出來救場 不是,你到底為什麼這麼不喜歡穿上衣 算了,這都不是重點 大家專心聽好了 我前面講了這麼多看似不重要的東西 現在就是收成結果的時候了 拯救完露奇亞之後 黑莎就徹底愛上了人類狀態的露奇 哈哈哈哈哈哈 務實的碳酸飲料 喝醉之下是對黑莎揉揉抱抱的 所以黑莎 到底愛上露奇亞哪一件的 我是完全看不懂啊 是生嫩氣的露奇亞 還是罰狂風的露奇亞 還是說 其實黑莎是大變態 在纏露奇亞的身子 因為 在下一次的見面之中 露奇亞是在煩惱自己勇會對這件事情 並且對於黑莎 產生放棄的念頭 而黑莎 這時卻意外的認真 並且只動聽了上去 唉 在第三話之中 提花了很多的場景 小木屋事件之後 到了露奇亞家 昨天早上已經去上學 之後露奇亞 又去黑莎家懷疑衣服 中間還穿插了大BOSS 手正出場講廢話 轉換了這麼多的畫面 但是人物之間的情感 卻是空洞的 而且我們不討論 廟會慶典裡面 巧妙讓波音 巧遇到了海月 這個改變波音一生 至關重要的角色 舊版故事中 情緒的轉變不會太生硬 甚至非常貼近大眾生活 是我們可以感同身受的 露雅因為跟別的女生貼得太近 所以鬧便離開 台東的有點忠 可以看得出來 她雖然不懂露雅 為什麼不開心 所以製造了情緒衝突 卻在下一秒 台東不經意的舉動 也徹底的解決 台東大捏捏牽牽起了露雅的手 觸動了露雅的心血 也翻開了兩個人下一頁的故事 基本上阿果之中 因為自己偷妙的黑莎 不甚被毒蛇咬到 就這樣被帶去的小木屋 原本以為會有什麼進展 結果什麼都沒有 讓黑莎白沙身上搶回了露雅 以為會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她竟然在想別的 所以說真的摩鼻子 再這樣下去 真的會沒戲唱 所以才鬧出 我終於理解了 她靠這麼近摩鼻子 是為了要確認 她跟人魚心在的露雅 真的很像 就沒了 那她為什麼到底喜歡露雅 那她到底為什麼不喜歡露雅 的人類狀態 又更是一團迷 轉子都不重點 最近關係的螢幕 更有趣的是 台東從頭到尾都是對人類狀態的露雅 性質缺缺 反正則是對於人魚狀態的露雅 迷戀甚至痴迷 反觀黑莎呢 她雖然BOSS正懷疑露雞雅的真實身份 但是何嘗還懂不也是如此嗎 偏偏黑莎一下子就愛上人類狀態的露雅 誇張一點來說 這簡直是腳踏兩條條 雖然現在花生小桃 刻畫愛情極度畸形 但是這樣的畸形 在刻畫反敗上面 歪打正著啊 因為極度的出現 我們乖巧之後變得如此奸詐 最近 還要很難說不希望花生小桃 又有更滿意的搭訕 但是我還是希望花生小桃 能帶來一個角色 與過去不同的是大BOSS 沙羅的離開 就魂不守舍的凱特 已經浪尾收藏的離開了 這次的大BOSS 一下子 對於新羅花言條語 夥取了新羅的信任 而在之下 對於新羅的記錄之心 一點也沒有情緒上的波瀾 甚至有種對於新羅的失控 左邊木槿 驚雲流水 操控在孤長之間的B格 可以說是塑造了一個B格子拉滿的一位 讓我十分期待的大BOSS 不過就由結論來說 新羅的詭異行進 大BOSS的軌跡多端 不難想像花生小桃的精神狀況 對 你知道最後結論是一個非常 我自己也在思考部分 我覺得花生小桃 他的精神狀況有點問題 真的 他刻畫這個壞蛋 真的是怪怪的 我到現在還在懷疑 那 我覺得大家如果還想要看 珍珠美人漫畫更新的話 可以在這邊 順順講的頻道 他都有在收集 合集在這邊 他有播放清單可以播放 那我這邊的話 就陪大家看到他最新的更新進度 之後我如果沒有同期更新的時候 大家可以久久來看順順講的頻道 他都講得很好 其實這個我是覺得算是一模一樣 可是他就是一個景點 所以就是這樣 當然我自己是比較喜歡舊版的畫風 是真的比較喜歡舊版畫風 他這個算是噴墨 噴墨畫嗎 我不知道他怎麼畫的 很用心 右邊很感覺得出來 很多的助手在畫 遺女這個字後面霧霧的 很明顯就是用電腦畫的 也很可惜 我自己是喜歡舊版 但我覺得畫風這個東西 真的是一人而已 嗯 聽起來很重要喔 欸這邊是一樓 冒冷漢欸 他很害怕大波士是嗎 不太懂 不是啊 這個 他已經在海裡了 為什麼還要在海裡養 水草 不是重點 那我們繼續 只有水草而已喔 沒有其他東西喔 對 順順講你太溫柔了 這個水箱沒有魚的 到底要用水箱幹嘛 好 好 需要做到這種程度 此時一條小魚有金高腳杯 好了 到拯救人魚的時 對啊 你都知道 你都知道你在海裡了 為什麼還要有水箱 對啊 不想再吐槽 算了 他打了個響指 Come on 戀人 是 羅來大人 以為大家熟悉的戀人先開口 這一次請讓我 妹妹咪咪 那番就任我 有機會讓我可能要真的要做一下 黑美人姐妹花的故事 你知道他們到最後是 對於最後一季的那個大BOSS 叫什麼 非常厭惡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這時候把他們拉回來 我不太懂耶 好吧 為了羅蘭大人 我一定會將美人魚公主和珍珠拿到手 一旁的伊茲爾很氣憤 哼 這小丫頭 另一邊剛剛清醒過來的 欸這個這個彈幕非常棒 哼 莉莎 嘴莉 姐妹花最精華的劇情被作者給吃了 哼哼 西亞說 我又被你救了嗎 小時候 在海裡救我的也是你 一直在幫我 你到底是誰 嗯 人魚模樣的露西亞開始緊張前 她心想 何是 露西亞啊 她心在你身上 那你講話啊 在想你 是你口中的女朋友 露西亞啊 是啊 如果可以說出來的話 至少 問我的唇 用親愛 讓你注意到是我的話 嗯 兩人 兩人 混在了一起 欸這個就是 一個循環 黑莎親吻人類狀態的露西亞 露西亞變成人魚之後 反過來親黑莎 啊這句話 我都不知道該說啥 嗯 挺好挺好 就一戀愛鬧 有一說一 女兒膽子是真的大夯 這時 一個陌生 哪有啊 她媽媽好像也蠻大的啊 變成人魚狀態之後 人魚skin的一貫風格都很大膽 人類狀態就是都是促蟲 哈哈哈哈 從遠處的珍珠眼上想起 找到你了 美人魚公主 是誰 我是妹妹咪咪 奉羅蘭的命令 來抓你和你的珍珠 羅蘭的 這BGM好評 什麼嘛 你們兩個親親往往的 絕不原諒 我其實 適合同胖的姐姐一起 不是你這配音為什麼 搞得好像小蘿莉的感覺 人家不是那種有點帶煙嗓的 風塵味的聲音嗎 雖然咪咪是一個 覺得她應該算是那種小太妹的感覺 雖然沒關係我們繼續聽下去 咪咪舉起手中的麥克風 用我的歌聲來打敗你 請聽我的演唱 這好像是順順講唱的 蠻不錯的 雖然我覺得本人的研究上應該更好聽 哈哈哈哈哈哈 你們在親親摩摩 我要唱歌囉 呵呵呵 我按大小姐的曲目 哎呀你不起床啊 真的啊你沒辦法 好開唱 開唱完之後 你怎麼還在睡啊 你怎麼兩個還在親親摩摩啊 沒有任何作用 印的只有拳頭吧 被殺一頭刻在岩石上混了過去 咪咪湊緊陸西亞握住她的項鍊 啊活該 女兒心想 心體動不了 隱形那首歌 我根本使不上力氣 她眼睜睜看著自己的珍珠即將被奪走 不要 不可以 珍珠 不是啊 為什麼我覺得她的身體 整整大了一個size啊 不是這麼認為 我就收下 在這關鍵時刻 女兒聽到了熟悉的聲音 夠了 她看到波音、莉娜、珊瑚 朝自己游過來 大車 咪咪眼色一沉 吃 波音提示女兒 露西亞快變身 就像我一樣 bcbc boys the life start 露西亞說 哇塞她真的很high 波音回應 什麼啊 野素一些 可愛就是正義 像孩道那樣帥氣也行啊 咪咪見嘴說道 哦呀 還是和以前一樣吧 美人魚公主們 粉色和那個年輕的就算了 你們怎麼還敢穿這種小 欸官方吐槽最為致命 你也是 一如既往的嘴臭啊 妹妹咪咪 女孩子無論何時 都是女孩子啊 一生都是 丁娜也同一波音的話 後者則塗了吐舌頭 女子力也很高 這麼可愛 真是抱歉啦 比 呃 咪咪竟子很不爽 哼 少女永遠都是少女 要不要再來一首安可曲 哦 波音站C位 我覺得這話 這幅畫我覺得OK 都給了少女信 真不甘心 波音雙手抱胸質問到 對咪咪咪 你不適合你的同伴 姐姐秀秀一起被米凱爾消滅了嗎 為什麼現在復活的 我們是因為羅蘭帶你 的力量而復活的 然而秀秀姐姐她 咪咪開始回憶之前 與姐姐的對話 我才不要成為羅蘭的戀人呢 秀秀 可是 好不容易復活 要先考慮就業前景吧 哇 打工人的辛酸血類故事啊 哈哈哈哈 莫名的現實 怎麼生活呢 真囉嗦 你如果那麼做的話 我們就解散吧 回憶至死 咪咪低下頭 淚流滿面 仁兒 我輸了 你們倒是 關係還真好啊 好可憐啊 請她 欸好可憐啊 公平 沒眼看 啊 笑笑姐姐 我好眼哦呀 月光下 咪咪口中的人 正坐在珍珠眼上 沒有我 你還真就是不行 這個配音我給高分 嗯 彼此獨佔 彼此干涉 只要有秘密在 我就別無他求 那就是我的愛 姐姐 看到黑暗血微花起聚 我已經很著急 糟了 那兩人的合唱 才是最厲害的 嗯 居住眼上 嗯 嗯 笑笑是不知道 秀秀好 長大之後才知道 秀秀其實 嗯 還不錯 哈哈哈 你彼此笑 不要問我為什麼不做 哈哈哈哈 一起對別人跟著人家 不得不相識 吵架更輕易 This show time 第十五話 瓦拉奇 啊 這一話的修飾太子 怎麼這麼多 要走兩個 不錯 既然是從咪咪登場 那 不錯我覺得順順講 配的毫無違和感 不會像我 尷尬還發作 地登場的可能性增加了唷 那我已經清醒你一點 我超想看你變身的啦 仁衣的旋律艾克爾 又出第三本代行本啦 恭喜 哈孫老師 大家有能力 請去支持一下 雖然劇情有點草 但畫面還是很美好的 這是真心話 出代行本的同時呢 也就意味著下月休刊 以及下下月更新短片 主線要等到7月份了 啊 那麼仁衣的旋律艾克爾 溫柔剪歌第十六話 現在 開始 沒想到 先讓我們唱了很可取 嘿嘿 真的呢 秀秀咪咪相為相依 手握麥克 十分開心 我們一心同體 合二為一 十命運共同體 嗯 很嗨喔 波音抬手他 呵呵呵呵 超一集唱不夠 下一集要再唱就對了 是嗎 感覺真不爽 嗯 秀秀咪咪兩人只是 唉 唉 你們兩個真是夠了 硬塞夠涼了 在那傻一點就不能過死了 喂 另一邊 羅蘭的城堡 星羅撫摸著水晶球 重複秀咪咪的台詞 唉 羅蘭 愛我了 羅蘭從背後擁住他 嘴裡說著 當然了星羅 你是我的東西 嗯 那些真實所想的是 我的 所有 我 星羅繼續說道 那 你記得嗎 以前 和兒時的我之間的約定 才開始回憶以前和羅蘭之間的對話 我 我想因為是小孩子 準備保護 作為美人魚公主 我想要一個人 也可以完美守護大海和平的力量 哼 沒事的 蛤 將一切都托付給我 等一下 我會實現公主你 所有的願望 回憶結束 星羅聽到現在羅蘭的回答 啊 我記得的 成為深海新帝王之時 會遵守 與你大海和平之間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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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海已經和平了 不是因為你出現才不和平的嗎 呵呵 莫名其妙 來 羅蘭 約好了 哇 這首星羅畫的也太可愛了吧 畫面裡出局的花語是 真真純潔和平希望 啊 希望華森老師 其實我也覺得畫的很崩 好結局吧 啊 然而 羅蘭表面答應著 內心死是這麼響應的 星羅 愚蠢的公主 被利用的都不知道 不過 橙色美人魚公主 是特別的 羅蘭也陷入回憶 大海的規則很苛刻 作為人魚出生的我 一直在打架 一點也不合群 在這個弱肉強勢的世界 我厭惡成全解敗的弱者 最後 我被濁出人魚一族 那時 聽問星海之王凱特的傳言 搶大又清高的 帕達拉薩一族的王 我十分憧憬 凱特的女伴是橙色美人魚公主 她能將大海世界裡 特別存在的美人魚公主 作為自己的東西 但是 我憧憬的凱特 卻被團結在一起的美人魚公主 和阿卡安雷芝娜所打敗 我非常失望 不過 雖然有什麼 在呼喚已經不抱任何期望的我 那是連地上的人類也不知道的 從地球最深海溝的黑暗裡傳來的誘惑 我就是從那深海之底 獲得了黑暗的力量 隱藏在星海裡巨大的憎怒和慾望的力量 會獲得了黑暗力量的我 會成為星移人深海之王 哇 這段獨白也太長了 感覺又一堆卡 在深海裡的 不是凱特跟沙羅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我最新出的一期 波西小契爾 跟 他的那個忘記叫幽莉的故事了 很明顯凱特跟星羅他們兩個人是 還在深海裡面過得好好的 沒有什麼黑暗力量出現 完全是 自圓起鎖 強迫自圓起鎖 而且重點是那一個漫畫 也是花生小頭畫的應該吧 因為它也是最近幾年出的 然而我內心都是 隱藏在黑暗力量的鑰匙啊 和你定下約定很羅蘭心靈靈 夠了夠了夠了 此刻珍珠眼下公主們被打回原形 怎麼樣了美人魚公主們 我們命運的歌聲 變回魚了呢 這個詞 讓她想起珊瑚曾經對她說過的話 你知道嗎 露西亞 這個世界上 有著和鷹杯一樣 表裏如一 情情相依 命中注定的另一半呢 黑暗力 這時 彷彿心靈感應一般 男主清醒了過來 秀秀咪咪大聲說道 接下來是最後一定深海的祝福 一山看到人魚模樣的露西亞 本身都是傷 內心十分激動 那是 一個神秘的聲音突然出現在黑莎的腦海裡 覺醒了 她大聲地喊女主的名字 露西亞 嗯 黑莎的額頭上 浮現出神秘的符號 在發出耀眼的光芒 怎麼呢 知道光 覺醒了 神秘的聲音持續衝擊黑莎的大腦 就是此刻 覺醒了流星 黑莎雙手捂住腦袋 好痛 去幫我 那被引到 你 到底是什麼 完蛋了 他連 他連凱特都不放過 凱特就活得好好的 為什麼一定要把凱特給妖魔化 真是 我會把美人魚看著那小火 內心的聲音還在繼續 一個陌生的熟悉的人 只存在眼前 我最近是理事友 意義不解定 力量 就界定了 去守護深愛之人 黑莎抱住露西亞 脫離這美人姐妹化的攻擊 她的身上 浮現出不一樣的狀樹 覺醒吧 帕達拉薩的繼承者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黑莎是帕達拉薩的繼承者 我們都猜到了 幹嘛把凱特的雕魔大爺給她 啊 連鄉里和耳士也給了 為什麼 啊 什麼啊 蘇西亞十分正經 黑莎村 她注意到 黑莎遊在那不尋常的討好 一有明顯 不錯啊 至少 至少 凱特現在正在黑莎這邊 然後 所以那黑暗的力量 嗯 至少是這樣啊 好啦 比較 比較OK一點點 嗯 第十六話 故事 怎麼 啊 啊 看到這一頁 我就是一個地鐵老人手機 嗯 不過這一塊有幾張畫的時間不 什麼 什麼是地鐵老人手機啊 什麼意思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啊 我難得還可以接受耶 正在樓這裡 還有少年史基隆的羅蘭 很帥可以 你能不能趕緊去領發啊 還有露西亞的職業 喜歡 其實公主包的職業也不錯啊 如果不足湯 哪有啊 我只是覺得這個毛衣特別挺 從來都沒有人把它戴起來 這部分比較好笑 但我覺得這衣服蠻好看的啊 就是很有凱特的味道啊 讓別人知道凱特的感覺啊 短片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沒有什麼重點 大家就自己去看 它有很多短片 那些光芒愈發閃耀 令黑沙兒感到一陣疼痛 呃 露西亞 這邊 她被珊瑚小心帶走 波音則發現 那河頭的紋絮 琳娜也很熟悉 嗯 那是絕對忘不了的 大大大大族的紋絮 黑沙兒只覺得很痛苦 這是十萬物 我手錄了我記憶的紋絲 那個男人的記憶 可惡的美人魚公主啊 可愛你公主 可愛的美人魚 什麼東西啊 露西亞 發了大雕 將珍珠眼從中間劈開 眾人驚呼 正是驚人的力量 先穿退吧 妹妹咪咪 好的 姐姐秀秀 光芸現狀況不妙 我們也先離開吧 琳娜回應 嗯 走吧 不行了 離開個屁啊 不是啊 要離開抓小 離開就讓這件事情 持續的發生 沒有得到任何的緩解跟解決嗎 那到底要離開個屁啊 等一下 因為 她 還在衝口當中 也是 都知道她是帕達拉上族了 不是應該唱個歌之類的嗎 把它解決掉啊 還是怎麼樣的 講個辦法啊 你招爆個屁啊 我 喜歡的人 我要去幫她 露西亞 劉兒立刻朝黑莎的方向行動 不可以露西亞 危險 現在的黑莎就不行了 結束不了 露西亞 一旁的黑莎似乎被完全控制 可夢 蘭拉美月公主 你下期到 人家不是凱特嗎 人家是凱特欸 為什麼會可惡 真是 看不到原來的樣子吧 她被誰控制著 我 我想救你 我愛你 她將她溫柔的抱在懷裡 訴說著心意 背號知保險線 羽毛四散飄落 圍觀的三人驚訝到 這就是 驚訝每日公主的力量 黑莎似乎會 對啊 為什麼會長翅膀 蛤 杜西亞注意到她口袋裡掉落的項鍊 裡面 似乎裝著什麼東西 就是 黑莎君的口袋中 竟然有爸爸的項鍊 裡面 裝著背口 那是 一起分享的因為 原來 你一直 帶著 另一邊 海藤望著平靜的海面回憶 在家庭派對那天 與黑莎的對話 劉昕 這個給你 這是 海藤先生一直帶在身上的 要給我 啊 一定會守護你的 劉昕 露西亞 無論什麼樣的命運到來 絕對 不要輸 嗯 感覺海藤追到些什麼 嗯 都是快說啊 啊 太急呀高了 在男主的家 黑莎虚弱的躺在床上 很是難受 露西亞在一旁照顧 不是 不是 他到底知道什麼 但是這些知道什麼 都是其次了 人家 露雅 都說了 你是 灰莎的未婚 未婚妻 你為什麼要偷偷給黑莎那個 那個項鍊 你是不是兩個人之間 婆媳 欸不是婆媳嗎 夫妻之間有間隙 不說 真的是 黑莎君 先做一些 他的手 被黑莎無意識抓住 沒錯 美人魚 嗯 露西亞有點吃醋 美人魚 連夢魚都是美人魚 雖然確實是被美人魚都給救了 嗯 就是他 老樣子 人魚狀態就是個醋頭 不想多解釋了 那雙船 別人說 誰還能吃我 本蛋 露西亞就這樣吻了上去 你在吃誰的粽呢 黑莎的突然出聲 嚇了露西亞一跳 本蛋 居然醒了 我鬆手醒了 現在啊 本蛋本蛋 放開我 我回家了 黑莎不但沒放開 反而握得更緊 別走 嗯 不要 離開我 這一次是黑莎主動親吻露西亞 她凝望著她 兩人緊緊拥在一起 望遠 不想離開 禮食計畫完結 哎呦 太逆過了 你們兩個月剛從 親愛親吻了 狗良心吧 方言 感覺這一話也 方言哦 就這樣吧 希望下一話 白兵能出場 這也是 哈嘍大家好呀 這裡是順順 睡覺期間 你們有沒有去哪裡玩呢 雖然作為社出 已經沒有暑假了 但可以抽出時間 出去玩耍到 最近就去故宮 留了一圈 超級開心 嗯 說回人魚啊 你們看這季的封面 是露西亞在玩人魚的鳥蛋 一旁的西佛 伸長胳膊露出很想要的表情可愛 那麼人魚的旋律 阿可阿溫柔解說第十八話 現在 開始 男無來到露西亞的家 蠢燦爛的下容 向她進行邀約 明天是周日 和我約會吧 露西亞 露西亞有點不知所措 約 約會 對 因為我在珍珠爺與流星的比賽中贏了 按照約定 沒問題吧 露西亞回應 小珍珠爺的比賽 男無贏了嗎 發現請問我突然出現 一個不見了 哈哈哈哈 國文方 國文方吐槽最為致命 就是這些事情原來 話說想要還記得喔 我以為你都已經不把順負當一回事了 不是阿 人家都受傷了 然後你還繼續談 真的是 最後一山喔 滿頭大汗 比賽阿 來殺殺停 讓你繼續說 變尷尬 即便我無理取鬧 也想要和露西亞在一起 變尷尬 變尷尬 這就是擺明的女生不想給你出去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打賭都沒有用 女生不想給你出去 就是不想給你出去 你給露西亞把損心 露西亞村還是好 身體好點了嗎 可以的話 明天出去走走 再單手扶住下巴 啊 但是還是沒賭啊 你現在怎麼樣了呢 露西亞村 是露西亞的名字 類似啊 類似啊 呵呵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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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心跪地 您覺醒了嗎 流星大人 白兵 我是流星大人的侍首 終於看到這邊了 我跟你講 現在回想起來 這邊就不知道在幹嘛 他前面還在跟 白兵還拿著他 還拿著露西亞的珍珠項鍊 然後在那邊打到西西 然後黑沙也在那邊 跟白沙對決 然後現在才這邊 我是來守護您的 對啊 他還是現在才覺醒能量 好不好 希望後面白沙會跟黑沙講 我相信是絕對沒有的 好不好 絕對沒有的 哇 他們還是私有 他們看起來關係不好 可是他們是私有 一直守護著你 黑沙很危險 你在說些什麼 怎麼會 但是 所以那些奇怪的事 在不斷發生 白兵拿起黑沙的手機 舉給他看 裡面短信的內容 多了一條 其實 我被難忘邀請了 白兵說到 先不說那些 現在關於露西亞的事情 作為男人 就這樣不管 沒有問題嗎 流星 哎呀 沒想到沒想到 白兵居然是黑沙的事 你這口氣真的是侍從嗎 聖得真心 這個是要做錯的 挺好的 你這個是希臘族的穿著吧 哎呦 那波音衣服滿分喔 沒有畫風 我確實看到了 為什麼黑沙君會有帕達拉薩的文士呢 他是人類啊 麟娜繼續說道 帕達拉薩是前深海之王凱特一次的力量 他會不會是凱特的繼承者 可為何是人類 帕達拉薩的力量是極凶 是服侍或不清不楚 他會是同伴嗎 還是說路亞有些著急 黑沙君是露西亞的男朋友啊 怎麼會 太危險了 還是快點讓路西亞和南無疆 對 對 我也是黑的問號 已經看修化心態了 你突然鑽出一個光頭 好了好了大家聽冷靜 是 喂 你怎麼又混進女湯啊 變態 大力拉扯西部的臉頰 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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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問黑沙 然後結果竟然都無聲無息的 都在幹嘛 強迫症 人家都說不想出門了 然後硬要出門 然後我跟你講路西亞絕對是出門的 我給你保證 包票 很傳統 不是那花怎麼辦 是官方吐槽嗎 最為知名 哈哈 沙俠 有充浪者 他們在路上欸 怎麼可以看到海邊的充浪者 你在開車 請你看路 對 對 我也這麼認為 我本來就是公主啊 哈哈 對 哈哈 這好笑 他將心事和盤拖出 從很久以前開始 你就一直是我的公主 太有了 會這麼想 我們不是這樣 會這麼想 我聽著怎麼會這麼想 想幹嘛 不知道 我以為是什麼其他的想 好 我錯了 我太色了 對不起 我認錯 你那個想也很正常 但是 我一直都知道你的是 從剛出生的時候 就有人告訴我 你會作為我的未婚妻 是將來 成為我妻子的女孩 我一直夢想 與你相遇 一直 你戀著 那我 我有一個 想去的地方 送她 又是教堂 在任余之間 很有人氣 據說 在這裡留下愛情誓言的兩人 你 換個不換藥欸 露西亞 你命中注定的另一半 不是黑殺 是我 我 我 有臉紅了 不要這麼easy 我求你 黑殺 打開救頭的大門 黑殺 跟蹤狂上線 跟蹤狂上線 他邊喘粗氣 邊抓起露西亞的手 不論我到底是誰 你都可以和我在一起嗎 露西亞抬頭 我命中注定的女人 真的 黑殺 你跟黑殺 彈屁喔 你倒是出場啊 你倒是致死啊 你倒是跟他對決啊 你怎麼可以當背景板呢 固執房間 啊 謝謝你阿卡溫柔寫說 第十九話 現在 開始 在一家賓館處裡 黑殺的父母 對露西亞一家說到 春子見面 劉西亞 做你的照顧了 請好好享受今天的聚餐吧 開頭回應 我們才是 女兒露西亞 受你的照顧了 哎呀 感覺後面的姐姐 玩得很開心啊 女兒心想 黑殺的父母 後患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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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殺咧 怎麼就這樣結束了 教堂咧 其實 今天是流星的生日 嗯 轉眼間 波音、莉娜、西波 轉上南無的車 波音興奮的招手 我們這些電燈泡 就在附近買帥啦 南無說你呢 你讓我坐跑車馬 南無很無語 為什麼只有我和蘇莉娜 附近還是起了 莉娜那麼吐槽 因為只有南無好叫著喔 西波發話 看前面 南無欲哭無淚 而且南無這名字好難聽喔 好像南無阿彌陀佛 看前面 眾人目送汽車離開 女兒會的揮手 感覺鬆了一口氣呢 黑、黑殺君 流星一家三口一起回頭 嗯 嗯 對啊 大家都是黑殺 嗯 也差不多該稱呼我的名字了吧 嗯 嗯 嗯 流 流星 一旁的洛雅劍層 小聲對海土抱怨 我還沒承認 閨女人類男朋友的事呢 心羨慕我的 好了好了 啊 流星的爸爸啊 望著夜空說道 是陰仙做流星群 十八年前的今天 也是這樣 星星降落的夜晚 流星誕生了 女兒感慨道 啊 感覺好浪漫 一殺害羞道 好了棒了 別說了 沒事的 沒事的 媽媽補充道 露西亞叫 想不想看流星小時候的照片 嗯 哦 媽媽你怎麼樣 露西亞翻開相冊 好可愛 一殺見此 內心稍稍放鬆了些 啊 這太好了 自從那個為事出現 我開始認不清自我 但是 我是爸媽的孩子 小時候的相冊也好 回憶也好 讓我很安心 沒錯 還有露西亞的笑容 正在一家其樂融融之時 有人擅自打開大廳的門 生日快樂 流星 女兒感到贏 雜小 星螺 這時候星螺會來 應該沒人造他吧 他已經 拿出精心準備的禮物 星螺現在也是劈腿二號 就是 一面愛著黑莎 一面愛著大BOSS 劈腿二號 是個海洋風格的華雕 這是生日禮物 我還沒有放棄流星你哦 一定很適合你的 黑莎一臉夢 這麼不愧著的東西 我忘了 好了好了 你呢 露西亞 我 我不知道你今天是黑莎的時候 星螺誇張地表達 嘿 雖然什麼都沒準備 錯了你呢 他扣接露西亞悄悄對她說 流星好可憐 她內心肯定很失望 露西亞再也聽不下去 轉身就跑了 你看 露西亞 另一邊 白比你對單膝跪地的黑莎父母對話 你們有好好扮演假父母的角色吧 認真扮演到最後盤 是 再三下半半 為了我們的王國 一定 要好好守護住這個秘密 好傢伙 白比你隱藏得夠深啊 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 在海邊 露西亞 什麼東西 是 反正 轉身 好可憐 你呢 聽不懂 他湊近露西亞悄悄對她說 你還 不容之 海 像 這麼樣 看流星星 值得美 我對 人音先作人 一種衝到 想看 黑沙劍子的內心 稍稍放鬆的些 唉 太好了 自從那個文士出現 我開始的時候的笑 還有露西門 是 是個海洋風格的 很小的 沒了 你呢 肯定 這一邊 白比你對單膝跪地的黑沙父母對話 你們有好好扮演假父母的角色吧 認真扮演到最後吧 是 再三下半半 這也 一定 要好好守護住這個秘密 唉 我白比你隱藏得夠深啊 對啊 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 嗯 莫名的 莫名的 很有道理耶 莫名的 很有道理耶 難怪 難怪 灰沙對於黑沙就是 一副沒大沒小的樣子 欸 突然莫名的 很有道理耶 哇 哇塞 我覺得很有道理耶 突然收回了前面很多吐槽 白沙的話 啊 好丟臉 雖然不甘心 這新樓說得沒錯 她穿得那麼時尚 第一步也是很漂亮 我在相比 我跟她 正在她胡思外想之時 背後傳來熟悉的聲音 洛西啊 你在哭嗎 爸爸 寫卡 會是這麼柔弱嗎 要相信喜歡的人 更要相信自己本身 流星和你的牽絆 是如此脆弱嗎 對吧 陸西亞 還倒邊溫柔的 抚摸女兒的腦袋 邊調皮的吐吐舌頭 逗女兒開心 喔 真是的 謝謝你爸爸 我先回去了 她一路小跑 原地返回 見到黑沙在原地等待 流星 你在等我嗎 黑沙朝跑下了對陸西亞 扔出雙臂 大聲說道 對於我來說 和陸西亞在一起的時間 才是禮物啊 我看到震驚耶 完全笑不出來耶 這是什麼畫面啊 一瞬間 一瞬間 顏色都變了 我都不認不清楚 你是誰啊 流星 你在等我嗎 黑沙朝跑下了對陸西亞 伸出雙臂 大聲說道 對於我來說 和陸西亞在一起的時間 才是禮物啊 孫兒快樂 太愛了 兩人混在一起 旁邊的信諾劍子 直接一個高跟鞋 憤恨的踩碎 作為禮物的懷表 好啊 這就是你的答案嘛 流星 一言不合 我會更隆重的 慶祝你的生命 救生器 接招吧 水母嫉妒的歌聲 呵呵呵 一言不合 就淹沒 就淹沒 海邊的小木 海邊的家是嗎 漂浮在空中的水母們波及 哇 水母竟然 嗯 嗯 路西亞轉過頭 這難道是 森樓做的 好做 流星被削了 流星 男主被水母包圍 暈了過去 路下見此聯盟變身 這種水妖般的作為 絕不原諒 粉色珍珠音量 也不想想這是誰搞的 呵呵 也不想想 你不先處理心 我一定要讓他看到 新碎雲木 好好再幫你把他弄死 呵呵 真的是 真的是 黑莎 路西亞 黑莎要出場啊 現在的是 變身後的路亞 到底誰比較高啊 都不知道誰是誰了 沒有必要給其他人比較好 路西亞 就是路西亞 你擁有著 這屬於 新的神 水母多尷尬 我還沒允許 你和黑莎的事 但 我希望路西亞 你一定要愛自己 媽媽 一旁的水母 慌亂起來 愛自己 哎呦 強迫別人訂婚 不知道在幹嘛 星子 那都是哪個 呵呵 官方吐槽最為致命 破壞 琴琴 以星星降臨至夜晚 母女閃亮的二重奏 我當然知道睫毛 但是睫毛就是 哪有人他媽的 如果他在唱歌的時候 他動來動去的時候 我要怎麼看他的睫毛 因為這是漫畫 我才可以定格看他 不然其他人怎麼看 其他人就是 你先不要動 我先看看睫毛 喔 你是媽媽 喔 那你機上 喔 你是女兒 以後 你等一下再處理 媽媽應該要先處理你 然後之後再處理女兒 開始開眼 然後退回原本位置 哇 媽媽你先死吧 這樣子是吧 官方吐槽最為致命喔 做什麼 一起結束 你倆邊拍手邊說道 要不要再來一首安可取 耶 這傳說中的官方吐槽 真是夠了啦 這麼一看 我覺得還是 露雅的衣服更美 你說呢 夜晚 白冰公生站在大海邊 望著陰仙座流星群 自言自語 啊 和十八年前的今天 同樣的辛苦 流星 琥珀淡然 第十九 故事完結 白冰你快說啊 黑莎的真實身份 這一話草點太多了 生活跟吃錯藥一樣 妥妥的工具人 哈嘍 大家好呀 這裡是順順 最近天好冷 阿克主意進入冬眠模式 跟貝子相前相依 他們人們也多注意保暖呀 關於色違化的劇情啊 我只能用炸裂兩個字形容 看封面我也這麼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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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生日蛋糕吧 波音晃了晃女兒的肩膀 來坐吧 珊瑚啃手指 嘻嘻的話我是專業的 路西亞很無語 嗯 真是的 你們不用來穿貨了 哎呀 讓我們蹭一下下了 就是吧 波音看到歪歪曲曲的奶油裝飾 評價道 不太行啊 哦 還管我 這時 人人按小門鈴 黑莎打開門對牛打招呼 等等快樂 路西亞 流星 她從背後攔住路西亞 一起做蛋糕吧 我來進來遊 你把草莓 呵呵呵呵 A篇劇情 好 好吃 A篇劇情 天自語道 心跳得好快 黑莎聽到這句話 好好的回應 那麼 讓心跳得 呵呵呵 A篇劇情 他回過頭還沒反應過來 黑莎的嘴唇輕碰他的 做蛋糕就做蛋糕 其實認真的做蛋糕 草莓掉到地上了 就知道你就沒有認真做蛋糕啊 不意的 啊啊啊啊啊 這都太尬了 啊 笑得不能自已 另一邊 羅蘭的城堡 她看著水晶球回憶 呵呵 居然會發生這種事 那個男人額頭上的紋事 毋庸置疑 是屬於怕達辣色的東西 在這個男人真正覺醒之前 可一定要成為我的收集物 呵呵 不是我現在才發現 他就只是個收集屁的壞蛋而已 就是收集起來沒有要幹嘛的 怪屁的人 稱之為怪人 除此之外沒有任何的座位 欸 金穩星羅的鵝角對他說 橙色美人魚公主一直在實現我的夢 欸 話說回來 好像 造女漫的壞人 全部都是收集屁耶 那個 美少女戰士 他們也是收集屁 就是把所有的 人全部都收集起來 我就覺得 如果把全部人都收集起來 那到底 要這個世界有什麼屁用 不理解 我愛你公主 一旁的侍從悶見此 憤悶不平 真狡猾 今天明明是平安夜 他卻只關心純色美人的公主 無聊大人 啊 你們海底也要過聖誕節嗎 他說小小咪咪帶聖誕帽 好可愛呀 故事回到岸上 露西亞對黑莎說 流星 今天謝謝你 我送你到那邊吧 哦 是什麼 冷起來了 黑莎握住露西亞的手 進而放到自己的口袋 你看 黑莎將自己的外套裹到心愛的人身上 離我 再近一點 嗯 被流星的溫暖 從那天的氣味所包圍 我們兩人 連白雪 都有人化不掉的氣了 啊 太尬了 太尬了 自己化青的檢測好唄 但是狗表示受到了一萬點傷害 送別露西亞後 黑莎堵不回家 她心想 太好了 露西亞一直平安無事 不過 那個文士還有 造物 不是 現在就怎樣 就是已經無事的人魚狀態 到底 他到底 他到底是不是露西亞 沒有無事 沒有 他們現在就是真正的相愛在一起 完結了 那後面 就是打大Boss 嗯 嗯 只是有些眼熟而已吧 你不是那時候覺得這個房間不太好嗎 你現在又想要闖進去就對了 這個 地點 是在這裡嗎 大門 鎚壓一聲打開 店長 對黑莎說 歡迎光臨 心煩意亂的少年啊 那個死後的店長 好的 進來吧 本是飄雪的天氣 卻逐漸轉為暴風雨 露西亞 有些擔心地望著窗外 很大的雨 露西 你沒事了吧 進入店內的黑莎心想 總感覺 有心不安 望著平坡大雨 羅蘭緩緩開口 在這暴風雨的天氣 美人魚們 會在哪裡休息啊 美人魚 我知道 你對美人魚很感興趣 羅蘭抄起水壺 以專業手法 倒了杯咖啡給面前的客人 美人魚不會變老 會一直保持年輕的美貌 以前 就吃了人魚的肉 成為不老不死種 大小 黑莎提問 您真的知道美人魚嗎 嗯 所以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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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這樣 人類 對美人魚精密接觸的話 就會成為怕達拉薩一族嗎 住手 你到底是誰 你的秘密 是何 不是你為什麼要 插進別人的胸口 黑莎扑倒在地面上 慢慢壓下身子 親吻他的嘴唇 蛤 要你 黑莎一巴掌打得過去 蛤 你的擦拭被吻過的地方 蛤 嗯 有點意思 來 繼續抵抗吧 對 然後 讓那文士 再一次出現 文士 你居然知道那文士 哼 該怎麼說呢 他化為人魚 在黑莎面前獻出真身 來我的城堡 我就告訴你 黑莎望著面前的羅蘭 內心暗暗發誓 我想要知道自己和文士的秘密 想要守護好陸西亞 他大聲回覆 不是 人家剛剛才強吻你 然後你現在又要去找他是怎樣 你覺得被強吻還不夠是吧 我不懂 正中下懷 城堡也好 地獄也罷 我都會 一望無前 第二 我就知道 飛速到達終點 這裡是順順 什麼 大好評 發射中 我終於來啦 看這個封面啊 是小時候的露西亞 嗯 好可愛 旁邊寫著的是 我不會忘記的那一天 與你的相遇 你的眼眸 那麼 尤其的旋律 阿克拉溫柔解釋 第二十一話 現在 開始 夜晚 露西亞獨自一人在海邊唱歌 思念一個人 有笑 明明我們才剛剛分別 可我好想和你見面 但是 為什麼 總覺得 很不安 我還是去找他吧 去露西亞的家 確認一切 她在海邊奔跑著 碰到一位熟悉的人 在海岸邊礁石上擺著造型 你啊 我就知道你會來的 漆海露西亞 不演 不演就對了 既然不演就對了 既然不演就對了 那副打扮 白兵默默低頭回答到 我都會告訴你的 至今為止 所有的秘密 另一邊 羅蘭與黑莎 正在城堡前 羅蘭說到 歡迎 不是 你這時候現在出現是怎樣 你是她的間隙就對了 你是大坡子的間隙就對了 來到 我的城堡 黑莎已經默默心想 海底居然有這麼巨大的城堡 羅蘭見黑莎不說話 持續回應 也不至於這麼驚訝吧 人類啊 不管是男人魚還是美人魚 都有城堡的 黑莎留下一滴冷汗 美人魚也有 哼 你為何這樣的在乎美人魚 反正你們人類 終於將會背叛 背叛 羅蘭陷入回憶 那時候 耶 大小 每個壞蛋的人都是一個 受玻璃心 這個女生戴眼鏡 對 由於無法語暴力的男人魚們 成為同伴 無處可惜的我 有到陸地附近 陷害一位與我年齡差不多的人類少女 男…男人魚 我…我不會告訴任何人的 可以陪我說說話嗎 我會想 有出門的機會 你不害怕男人魚的我嗎 當然不怕 但眼睛的少女笑容真誠 因為能在海裡自由自在地游泳 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 她的名字 是一年克朗 脾弱 但很聰慧 日愛一切生命的她 將來想成為研究者 創造一個男人魚和人類 可以共生的世界 如果我是美人魚修好了 這樣的話 就可以和男人魚對你 永不分離 我以為第一次看到像你這樣的人 自己以前至少與你在一起 強行 強行在一起耶 唯一中的兩人 是指相控割下愛的意義 我們兩個都認為 可以找到可以彼此接納的對象 不是啊 女生…女生接納了她 男生接納了女生是什麼東西 不理解 女生就只是比較孤僻 比較少出門而已 理所當然的 想成為對方命運的另一半 但是… 女兒被男人魚施了法術 她被騙了 我要消滅男人魚 被周圍的同類發現 加上她父親的反對 我們被迫分開 我不想與你分別 對啊 男人魚就大家都知道 然後人類 然後美人魚大家都不知道 莫名其妙 完全崩壞 完全崩壞 不是你這麼大聲 旁邊有人耶 你這樣子大家不就知道了 極度尷尬 之後… 十三年前的那個夜晚 我一直在等她 但是… 我等了很久… 很久… 她都沒有出現 妳再別大地廣眾講 她大概出現才怪 喜歡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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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很喜歡… 她… 喝得憤怒和痛 化為巨大的海浪 免發十三年前的那場暴風雨 暴風雨 一艘游輪在不斷晃動 沙小啊 可不可以不要這麼沙羅啊 噢… 突然的海浪快逃 那是… 只有一條小褚魚 還在我世界裡 都在收工小女 流淚四手 只有你… 沒有生氣我 我對你… 只有深海… 才是我… 小褚魚又不是住在深海的 呵呵… 屬住 並且… 憧憬著深海之王凱特 獲得到黑夜的力量 畫面就此深刻 不同的講述者 從不同的角度 敘述同一天發生的事 因為13年前突然發生的巨大寒頭 當時我們五歲的王子 從船上掉了下來 湖泊大人 湖泊大人 和那名字一樣 用了湖泊色眼眸的上映 偏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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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 有一條救助她的小美人魚 這就是 溜心眼和溜心的出獄 在海底城堂 聽完羅蘭講述的黑沙非常富裕 什麼 我與美人魚最初相遇的那場暴風雨 是你引發的 反正人類遲早會背叛 你也是這樣 對嗎 不是她 我 怎麼 有什麼不同 讓我來映照你的真心吧 欲望之境 這是個什麼迪斯科窮嗎 有蹦迪嗎 好奇怪啊 好了 映照出來了 你的真心 黑沙的內心 都是美人魚的幻影 在這裡 劉昕 劉昕 我在這兒 劉昕 你喜歡我嗎 劉昕 你喜歡我吧 其中一個幻影 我懷抱 黑沙 你的真心 到底 在哪裡 等等 黑沙 你的衣服呢 劉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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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各種美人魚的幻影 黑沙卻呢難道 劉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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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話 故事完結 這麼一看羅蘭的過去也很悲傷啊 雖然 重合度和殺害故事幾乎百分之一百 不過那個小丑魚 不會就是贏了 後來查證 說一年花外還要還虧的意思 如果前次發現是王怪或者是小丑 這麼一看很 提示很明顯 所以我猜一年很有可能離世 然後化為小丑魚陪在羅蘭身邊 尼西姊姊羅蘭身邊 有過手下是沒有洛聯的 莫非就是他 嗯 總而言之這一話 我覺得你對於 化身小孩太多期望了 哼哼 是,快出发 多年,莉娜 哈喽大家好呀,这里是顺顺 看到我拿到资源后 你马连钩两期是不是应该给个一剑三连呀 看封面啊,马上就要出第四本单行本了 那我们就敬请期待一下封面选图吧 个人希望有白冰和珊瑚 那么,人意的旋律AQUA温柔结束第二十二话 现在开始 听完白冰的讲述后 路西亚心想,我和流星 因为罗兰引发的暴风雨 在而是相遇 居然不是这样 他转过头对白冰说 总之,流星现在一个人前往罗兰的城堡 不能再等了 走吧,路西亚 嗯,正在他们即将出发之时 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哼,那个珍珠美人鱼一贯作风 人类状态胸部很小 润鱼状态胸部大两三倍 等等,我都听到了 路西亚去的话,我也要去 生活 三人一起月入海中 走吧,大家 前往罗兰的城堡 另一边,路亚与海斗的家 正在装饰圣诞树的路亚 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嗯,路西亚 我应放下装饰求询问 怎么了,路亚 刚刚我对路西亚那边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丽娜一惊 什么 与此同时,大家带在博会上的对壳 同时闪了起来 小星亚 路亚很着急 对不起你们两个 我必须要走了 你在说什么呀 要去的话 三人一起去 是啊,快出发 路西亚 丽娜 谢谢你们 镜头转到罗兰的城堡 星罗正在床上休憩 她似乎在做梦 这是梦 是小时候的我 是的 为什么大家不相信我呢 小星罗很着急的跟美人鱼公主们解释 道歉很强的 她说了会帮助我的 我一微笑 星罗果然还是小孩子啊 丽娜摸了摸星罗的脑袋 你这么相信罗兰的话吗 比起语言来说 行动更重要 不是吗 路亚也却说 因为星罗太单纯了呀 哎,有缘回来哎 加分 加分 大家分 这路亚的语气突然变了 这是梦啊 星罗 我马上去救你 但是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请清醒一点 看清现实吧 星罗 梦雅 清醒一点 星罗 星罗猛的睁开双眼 从床上坐起一手拨额头 奇怪的 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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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时候的样子 莉娜的话 毕竟语言来说 行动更重要 虽然罗兰与我约定会带来和平 可无论是大陆还是海洋 争端一直都没停过 有吗 有的碎片 有无法掩埋的地方 我总感觉那些 有个缺口 为什么呢 那些缺口就是 大boss不喜欢你 痛苦个屁哦 他不是在看 人鱼的 人鱼的路养啊 路西啊 谷闷标签 够了 丽莎的额头上开始显现神秘的文士 我就告诉你吧 你想知道的那额头文士的秘密 帕达拉萨族的文士 那是 只有与以前深海帝王凯特同一血脉的继承者才能显现的高贵血统证明 也就是说 你是凯特后代的众名 怎么可能 我可是有作为人类的 父母 我的面容 和母亲的面容 我都记不起来了 在黑莎的床上摊开的校客 显露着她的前半生 可这些似乎都不复存在 转眼间 路西亚一行人先行来到海底 商户指着前方说道 已经可以看到城堡了 这边 白冰居然没有变鱼尾吗 路西亚注意到一位站在迪斯科球之下的男人鱼 那是 罗兰 珊瑚震惊 也就是说 黑莎王子流星 在精灭球里 白冰吐槽 真是恶之位啊 他们引起罗兰的注意 好呀 一群没有美感的家伙 竟敢 迪斯科 中一张白冰固着珊瑚双双倒地 啊 磕到了磕到了 再多来点 女儿见此联盟捉到 这个脸就交给我 路西亚 女儿双手合十 深情歌唱 反正这份思念 你一定要传达 我想要救出心爱的流星 欲望之间破裂 黑莎死境中坠落 昏迷在她被白冰护住 流星 罗兰赞叹道 好 不愧是美人鱼公主 干得不错 她黑色的指甲散发不响的光芒 只撑路西亚而去 不过 这招如何 人鱼捕手 旁边备注是 人鱼一干掉 一种捕鱼方法 你这学招名字 总都怪怪的 在这关键时刻 路亚 欢迎丽娜赶来 叫你 哇擦 这身体有越来越长的趋势啊 路亚转头的女儿说 根据我逃走 路西亚 不会让你得逞的 路西亚 罗兰的招数 直接困住了两位美人鱼 一箭双雕 看这张图 我们来复习一下 睫毛多的是女儿 只有一根睫毛的是路亚 你们认出来谁是谁了吗 成为我所拥有的 母女美丽画作吧 美人鱼公主啊 并且 哇 有解答出来了 她的海草里面 释放人鱼啊 哇哦 哈哈哈哈 第二十二号 布雪完结 莫名其妙的梗 莫名其妙的梗 呃 哈喽大家好 一啊这里是顺顺 各位小美人鱼们 新年快乐呀 你们看封面是 可爱的小新鲁欸 续雨为 追猪的引导之下 新鲁如梦出行 再来看最新的 第四本带新本封面 是罗兰和露西 哩呀 没想到罗兰鱼尾间 是蓝色的呀 可以可以 不是 这是崩坏的造型 我突然 我以为她是 她有马是 我一直以为她是白色欸 然后没想到她是 黄色 黄配蓝 不好看 认真觉得不好看 认真觉得不好看 那么人鱼的旋律AQUA温柔 说第23话 现在开始 在海底城堡 罗兰对路亚 路西亚说道 成为我所拥有的 魔女美丽画作吧 馊了 一旁的波音丽娜 大十分着急 路亚 路西亚 我上来救你 罗兰使出一招 滚开 两人不敌 受伤倒地 一旁的星罗走上前 好久不见 路西亚 路亚 星罗 星罗 拯救我 路西亚的一番话 似乎点醒了星罗 她胸前的项链 闪耀着光 不是 都已经要到大决战 结果星罗好像都没干嘛 好可惜的角色 喂 有人在通过珍珠 与她对话 我的继任者 从自门人与公主星罗 过来 成为你的力量 好了 请对同伴敞开心扉 星罗只觉一股暖意 蔓延全身 珍珠不可思议的力量 不断涌现 强制洗白 她双手紧身 直接打碎玻璃 救出二人 罗兰怒不可遏 星罗 你在做什么 妈妈 路西亚 快去 女儿发现 自己和星罗的项链 同时闪耀着光芒 我和星罗项链里的珍珠 在共鸣 因为我和星罗的心情 是一样的 珍珠一亮 珊瑚等人 注意到了 不是 你跟她到底是什么心情 心情是一样的 我不懂 我不懂 珍珠现在应该是可能做错事 然后感到有些忏悔 然后有些后悔 有些迷茫 有些不知所作 你跟她心情怎样是一样的 我不理解 她在变身 瑞西亚 你将这首歌传递给星罗 用闪亮的歌声开始现场演唱 我们一起战斗吧 橙色美人一公主 星罗 瑞西亚 你可以原谅这样的我吗 橙色珍珠音调 星罗 成功 哦 场子洗白 可是可以洗得好一点吗 其实 我很害怕 曾经相信的事情是错误 但是 不愧了 露西亚她们 又觉醒了身为美人一公主的精神 我们的未来 从现在开始 欢迎回来 星罗 哇这张图还是很美好 虽然记情有点草 没错 哎嘿 所以只有倒个桥 够了 好 罗兰单手符合 嗯 你要离开我 哦 你只是利用我 满足自己的珍负欲 而今诅咒已解除 我已不是因无所知的少女 我相信 我的同伴 作为骄傲的美人一公主的意念 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 再见 罗兰看着星罗远去的背影 你看 他怎么比凯特还可怜啊 哈哈哈哈 好可怜啊 别以为就到此为止 可恶的美人一公主呢 路亚看向女儿的方向 真想 不要说 露西亚 第23话 完解 哈喽大家好呀 这里是深深 二叔之前搞错了 这个才是第24话 我说怎么24话的标题 交叠的心意 原作点没加体现呢 那我们将错就错 看看第25话的封面图 初之路绝中 罗兰的摩执手 感知大海的异变 第25话标题是 灾人的诱惑 原来如此 那么 人影的闲力 阿卡温柔解说 第24话 现在 开始 虽然性能回归为同伴 大家一起逃出罗兰的城堡 妈呢 虽然还在那里 还是被抓捕的状态 人散了我个人 真是对不起 妈妈 你一定要没事 温泉包场 门人与门聚集在一起 话说回来 解开多兰的妖属 星罗能够回归 真是太好了 对吧星罗 还好吧 女儿有点难过 但是 没能把妈妈救出来 嗯 嗯 默契啊 我要安慰她 嗯 路亚的话 一定会没事的 丽娜也说道 是啊 她不是那种默不作声 被罗兰拿下的人 现在肯定在大小伸手 大吵大闹的 在海底城堡的鱼缸 路亚肯咬着捧绑她的海带 把我出去 把我从这里 把我出去 你这个恶趣味男 狗肯的长毛刘海 哦 罗兰留下一滴汗 手持酒杯 无奈的回应 啊 过于丑陋 正不忍心 继续看下去 嗯 却最心爱的女儿 丢下并舍弃 所以 在胡乱出气 路亚生气的回应 是我让路西亚先逃走的 而且 那孩子才不会舍弃同伴 我相信路西亚 她不仅仅是美人鱼公主 还是她父亲 海斗的帕达拉萨利族 她拥有 可以掌管光与暗两方面的险 是个特别的孩子 只有异常强大的事情 哦 那力量 到底会带来疾悦 还是修复 我们也不清楚 路西亚的一个人生选择 相关乎世界 是区域和平 还是度日控制 哎呦我的天 BUFF点满了路西亚 强啊 能不能多唱几首歌啊 孩子爱听 转眼间 大家来到一个游乐园 珊瑚开心的指着游乐设施说道 热热的西亚 快想吧 我们做奶糕 永乐 人 没错 而且是包场哦 琳娜解释道 多亏了南无 威云也回应 她说 只要为了路西亚 她很开心这么幸福 我好羡慕啊 下面一小歌里是南无委屈的画外音 因为去罗兰的城堡 我什么都没动 哈哈哈 她说 为什么不含我一声啊 啊那无理太难了 我还想听你唱歌呢 以后不会就是客那里的原子角色了吧 哎 实惨 山坡眨了眨眼 然后 还有一个特殊嘉宾 嗯 白冰在播眼中招手 哎 你们都带 他的身后就是 露丝 早 早上好 白冰的故事有要补坑吗 嗯 不要记得饮料哦 还有炒球卖面和张玉商 MMPPP 哦 MamedMelody BitchBitchBitch 哦 就是人一的旋律的日语元素标题哈 小彩蛋我喜欢 新波开心的举起手里的甜品 我也准备了7座冰淇淋票 为了瑞西亚小姐 哎 瑞西亚小姐 什么时候上的摩天轮啊 啊 你这么... 不是啊 他们怎么不去救她妈妈 去什么游乐园啊 不能理解 师父 啊 灰花呢 我自己吃掉不住好了 坐在逐渐升起的摩天轮上 瑞西亚乡下望着她的朋友们 被感动得又哭又笑 嗯 这些真实的 让我振作起来 居然做了这么多事情 我一定要恢复精神 恢复将来 光珠慢慢的力量 流星镜子用手 失去瑞西亚的眼泪 真是可爱的人啊 嗯 我真 嗯 她下意识退后 忘记自己在摩天轮上 差点摔倒 危险 没事吧 流星将她抱在怀里 护住了她 嗯 这个人体 嗯 有一点点奇怪 我没看懂 大概是坐在地上了吧 外面修着一双烟花开始绽放 诶等等 刚才不还是白天吗 这么快就晚上了 你们坐了多久的摩天文 烟花 好美啊 地面上的众人也在仰慕夜空 不应该 这烟花也是难无准备的 真厉害 白冰也感慨到 不过是露西亚还是流星 不是我讲真的 包场游乐园应该比烟花贵可能不止十倍 百倍都百倍千倍万倍万倍都可能 接下来会遭遇共同在那陷阱吧 嗯 希望他们可以跨越命远了 摩天轮车箱内 尤其啊 紧紧的和流星靠在一起 听得越来越大声的咚咚声 心想 这是烟花的生命 这是两个人将给你 是流星 我的 她只能让她忍在她怀里 微风精神 让我出口电话 想 明明挑战 你给我勇气 有勇气啊 流星见诚 乱随着夜晚的面花 她轻轻抬积 但人的下巴 紧纯着 破手不及 一言不合 A一下 让人心跳重叠之时 一见解冻 又带来无限的勇气 有勇气喔 这一集又攻击吗 我才没有 像命运挑战 第24号 交叠的心意 威西亚还是很美的 金罗的侧脸感觉够怪的 全图是这样 左边有可爱的温依丽娜 远处有白冰珊瑚 好一副月鹰维图 那么《人鱼的弦力》 Aqua温柔解说第25话 现在开始 先许罗兰的单人 萨克斯公插图 感情还可以 下一张便是她在城堡 独自演奏着乐曲 我为了成为世界的支配者 要将七位鲁鱼公主 和七颗珍珠全部收入囊中 感觉这句台词说了好多遍了 好美的音色是卢兰大人 在三人的岩胶 两只三人正坐在上面欣赏音乐 好家伙出现新人物了 那来个小科普 三人 古希腊神话中 人手鸟生的怪物 喜欢由歌声迷惑过往的水手 导致航船触沉默 水手就不幸成为三人的美食了 我第一次知道这种生物 还是看奥林匹斯星战 奥德修斯的冒险那集 我超爱 妖然性感的选拟 只呼喊我们三人的信号 大家集合了 是罗兰大人的命令哦 与此同时 海中的生物们十分躁动不安 主动选择留在罗兰城堡的路亚心象 我能感受到大海的异变 是罗兰的手下出动了 她双手碰见一个小海星 路亚一下 路亚大人 拜登你传话了 路亚大人 那配音的呆呆的 前往目的地 侵犯消息 告知城堡外的女儿 告知我心爱的露西亚 刚好路亚就走在大海边 看到不远处的所光点 便走进查看 是海星的一角在泛光 咧 这里怎么不如砍头呢 那海星刚刚跃起 路亚公主大人 女儿下意识伸出双手去接 哇 这个手画得好奇怪啊 旁边的膝盖画得也好奇怪啊 可是海星会飞更奇怪吧 好 接下来是路亚大人的传话 好家伙实实影像 海底科技也是杠杠的 看来消息顺利传达 路西亚 你还好吗 妈妈没事的 茨埃森 妈妈 现在 我在罗兰不知情的状态下 给你传现 她的手下要出动了 一定小心 但是 我会待在深海的城堡监视罗兰 路西亚 路亚 路亚就拜托你了 明白 路亚的身影相伞 还心她在女儿的手 这是重蹈覆射啊 那个什么 旧的死去 新的 新的不 旧的死去 新的才会出现 就像名人一样 路亚也是很惨 扣人啊 路亚 路亚大人 我们总觉得 好害怕 雷西亚单边眨眼 没事的 要我们在 路亚大人 海豚居然能来到这里 很爽见 听到熟悉的声音 路亚光光彰彰的把海星藏到之后 流星 是 是 我想更近些看看呢 流星低头询问 你喜欢海豚吗 对了 如果喜欢海豚 明天就日一起去看吧 我冲浪的时候偶尔会看到 路亚不能游泳的话 租借个游艇 过船只去吧 流星 好远了 如果因为太高近海豚 受伤的话 就不好了 谢谢 怎么 路亚会突然道谢 真奇怪 路亚心想 好开心 我喜欢的人是她 太好了 于是 到了周日 连人来到 约会 道谢吧 偶尔会 对了 如果喜欢海豚 明天就日一起去看吧 我冲浪的时候偶尔会看到 路亚不能游泳的 她到现在还不知道她是人鱼喔 偏尴尬 好吧 怎么了 我喜欢你的目的地 哦 好多游艇啊 就去那里坐舰吧 挺好 我想坐舰游艇 好的 兜兜 你这个接待人的尾巴是怎么回事 藏不不藏啊 现在是免费的 果然 免费的永远都是有代价的 这是真理 反怕有名字的 三人 纳欧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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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来的英语闹就好了 即将开展 美人与公主发现大作证 把这片海上的女孩子都置于海中 变回美人鱼的就是公主啦 这个作战方法异常熟悉 另一边 小两口已乘坐游艇在海中游玩 夏日海风徐徐吹来 路西亚不由得感叹 好舒服啊 很快 她注意到远处海里 有半个人影盯着她看 美人鱼 为什么要在人类面前 不行啊 不能让人类发现 快藏起来 路西亚慌张的晃动双臂 美人鱼甩尾离去 大家松了一口气 嗯 怎么了路西亚 没 没什么 没事 下一秒 又有两个美人鱼盯着她看 诶 变多了 路西亚继续吵声与她们心理感应 不说了快藏起来了 她的这番举动 吓得流星不知所措 路 路西亚 看到两位甩尾离去 女儿再次松了一口气 嗯 路西亚 你没事吧 累了吗 啊 对不起 也就没事了 她说 从刚刚开始 不可思议的歌声车 回过山来 他们已经被单人包围了 过来 过来啊 大爷来玩啊 对不起 看真的很魔幻欸 打算将路西亚追下船 女儿真心一看 那是鸟的尾巴 不是美人鱼 美人鱼不会袭击人类 那么 它们到底是什么 路西亚回想起母亲叮嘱她的话 是罗兰的手下 呵呵 过来啊 流星很不解 怎么会是这些家伙 是我们的话 没拽下大海的 转眼间 女儿的肩膀被三人抓住 过来 路西亚 流星救了她 并且集中生智 想起牌豆送给她的项链 这样绑在柱子上 会没事的 别离开我 呵呵呵 嗯 快把女孩子拽下去 男的真爱 船倒了不就严重了 他直接拔在上面有屁用 不是火山抗震的 夫啊 才是 不是快点划船不就好 流星疑惑 得住 怎么感觉 他们在内斗 不行 自然的本能 冰淇淇女子 果然还是帅哥更好 蛤 数位三人缠上流星 听听我们的歌声 忘记一切吧 我的迪安娃这都是什么 对啊 有一说一啊 三人们的发型都不错 后面两位玩得很开心啦 话说流星的衣服又破了 果然帅哥的衣服 不是啊 这么没有电力 找这么没有电力的人去抓人 干嘛 什么也无法思考 这样下去的话 太暴力了 流星受伤了 到底该怎么办 比25话还钱 要我说啊 直接打晕流星 一个变身唱歌就好了嘛 或者点白冰声 太暴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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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机会也不错啊 整点官方随脾聊 能不能也喜欢 哦 差点儿把它也忘了 哈喽大家好呀 现在这里是圣圣 来开封面图 是可可 诺爱尔 香莲和西波 在管仁仪的贤力周边店呢 哦 我也想去 可可指着西波和优利的小力牌 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导致西波的脸背后一片 那么仁仪的贤力 阿可阿温柔写着第26话 现在开始 在三人歌声的攻击下 路西亚先想 这首歌 一年讨厌 什么 也无法思考 这样下去 有点损坏 流星受伤 我到底 该怎么办 她转过头发现 流星 还失去意识了吗 我可能再这样下去了 必须做点什么 路西亚直接跃入海中 主动出击 三人们惊讶 什么 咋回事啊 化为人鱼的路西亚 对三人们下战书 你们几个 真是够了 咋啦 果然出现了美人鱼公主 就说我的作战 肯定能发现 纳欧将 帅棒啦 我是海之魔物 三人纳欧将 因罗兰大人的命令 想来抓捕你 路西亚留下一滴汗 三人纳欧将 之前能不能告诉过我 我怕的海之魔物 无论 竟然有可以支配他们的力量 那我将画风一转 但是 比起那就是 嗯 这个帅哥是我们的 不对 是我的 比起使命 还是帅哥重要啊 嗯嗯嗯 嗯嗯 偏尴尬 嗯嗯嗯 三人们又开始掐架了 董董 别抓我的鞋了 冰片要掉了啦 把帅哥给我嘛 大海中 水生动物们 因为三人的歌声都很难受 嗯嗯嗯嗯嗯 超妙哦 建子路西亚大声宣布主权 我的 他是我的 才不会给你们 而且 你们的对手 也是我 变身 粉色珍珠音调 哈哈 哈哈 不是 男人被抢 马上冲入海里 妈妈被抢 呵 又在船 又在船上 亲亲我我 呵呵 这样子给她说 对手出现了 这个美人鱼子装作她的女朋友 明明是个小屁孩 真是狂妄之大 其他三人们也在附和 孟洋亮 你再任何唱 沉醉在我们的佛生中吧 算了 说起反派 怎么觉得 秀秀跟咪咪就出来一下 就没了 然后 其他人都是这样 觉得不知道要干嘛 唉 真的是 好嘞 我没事 为什么 带人们不解 我们的歌声 居然不管用 咋回事啊 在粉色美人鱼公主的耳朵处 出现了可爱的小海星 我需要大人 海星 你什么时候贴在我耳朵上的 是在当耳塞对吧 谢谢你 带人们很生气 那也只有一边而已啊 不 算不甘心 东西啊 双手插腰 呵 是我东西 我的妈 带人们抱坐椅 是我东西 不要 不要 真的 原谅我呢 帅哥 是大家的宝藏啊 没错 那个帅哥 偶尔也会借给你的啦 这个好主意吧 哎呦 哎呦 雪光带人好怂啊 很生气 东西啊 掰着手指说道 不 你哪天跑了 并不是装做他女朋友的样子 我 就是他的女朋友 这可能到火吧 太迷幻了 真的太迷幻了 真的太迷幻了 他开始在整活了 大人的命令之行 不好了 也幸福回来 我不得好男人 那也是诱惑 那也是诱惑 大人的本能啊 游戏啊 如果小海星开心的说道 不可以在别人的登记下手 要不要 再来一点安可取 夜晚 在满天的照耀下 流星清醒了过来 嗯 他听到熟悉的声音 从头顶上传来 你醒了吗 没事 你要拯救了我 干 软男 快了 我感觉 不是你那怕的阿拉萨利 都是死出来啊 哦 最转化了就很可爱嘛 流星望着眼前的人 眨了眨眼 路西啊 我好骚 又变得习惯起来了 哎 又变得习起伤半身 那些小伙呢 破坏有点 很多唱歌的 像是怪我 路西啊 开始装傻 哎 你在说什么 一定是做梦了 是吗 嗯 不行 没能让你看到海图了 咱们那回事呢 你在那边 流星 嗯 哇 这张好多鱼啊 海星海拓 水魔海图 嗯 感觉有一点点像 雖然是自创的话 但我觉得偏丑 摇破坏的游艇 翻译到岛上了嘛 嗯 一条小鱼游了过来 公主战人 谢谢你 还有 林天先生 小鱼们 千万流星 路西啊 看到越来越多的水生动物们 触碰流星 心底也觉得怪怪的 流星很开心 哈哈 怎么感觉非常非常的怀念 哈哈 一定是因为他们知道 流星很温柔吧 但是 是太轻轻了 嗯 流星察觉到了你友的不愿 流星啊 你是在嫉妒他们吗 她笑着尾上她的臣 只能你没办法 对下心想 就像 流星穿我的心情太阳 希望 你也能看上 作为美人一个我吧 看不到她 看不到她 在鱼儿们的包围下 第26话 玩死鞋 这一话最关键的信息 应该是流星说 被鱼儿亲近的怀念 看来她小时候有段时间 应该就是生活在大海里的 哈喽大家好呀 这里是顺顺 看风面呀 这是花僧老师画的路眼 生日性化妆 太可爱啦 文字写的是 不论是多么可怕的魔女 我都不会胆怯不前 第27话 有女朋友的信息 看来是新版本呀 这又是希腊神话的 果然我喜欢的人 是无东西数都同归 哈哈哈哈 那么 任意的旋理 阿库阿温柔解说第27话 现在开始 夜晚 有三人的战斗结束后 路西亚回到家中 星罗吓了一跳 也和三人的奥将他们战斗了 嘿 星罗的星星睡衣有点可爱哦 我室内 波音丽娜 山谷和星罗正在熟睡 啊火 这床够大 星罗和路西亚翻书查询 是很歌声诱惑 把人拖抓进大海的魔物吧 嗯 是啊 有如此可怕的怪物 都是罗兰的什么 让我被罗兰撞走 都是因为保护我 今晚了 我有一个人去救助妈妈 那么我也要去 行 让我去吧路西亚 虽说我被罗兰暗中操控 但我一直都在妨碍你 这次我想成为你的力量 妈 谢谢你星罗 我们两个人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敌人 一定都会战胜的 你 遇到什么样的敌人 满风吹过树叶 停在魔女科尔克的这一夜 画面转场 我们来到海底魔女的城堡 科尔克抚摸着水晶球 难难道 压里压里 灾人大欧将失败了 真没有 但是 你们是赢不了 罗兰大人的城堡守门人 老朽 科尔克的 另一边 两小只和海星们 一同来到海中 去这边路西亚 我知道罗兰的利害之处 为了能让她的城堡隐藏行踪 用描绘魔法阵的方式移动到达到 露西亚心想突然消失 又突然出现的城堡 确实 咖啡馆也是这样的 海底岩石后面 有人鬼鬼祟祟跟着他们 正是波音丽娜山佛和西波 还不会就让你们俩 到底在一脸开心的样子 搞得像去游玩一样 都在干嘛 一定非常 没事的 露西亚打带鲜轮 因为鲜轮 已经是同伴了 我们一定会没事的 露西亚 是 真坚强 一定是这份魅力 露西亚 继续一转 黑莎目前正在淋浴 心想有没有机会 露西亚 总感觉内心 有些不安 终于 鲑鱼公主们到达目的地 草草 我们是在这附近 是建筑风格 会让我想到 哈利伯特里美斯拉一家的漏机 不过 旁边这不搭个水晶是干嘛的 海星被吓到 诶 魔女科尔克的公馆 海星 在这前面 我们因为他害怕 他没敢进去 控制大人 但魔女科尔克 他使用很可怕的魔法 你要记住 进入魔女的公馆之后 注意 什么东西都不要吃 没想 海星挥手赞别 水一定要小心 心能说到 有没有感觉 吐个好累 也好渴 一旁眼找到大家 也变得奇怪起来 婚姻很近 红楼好干 毕竟游了那么久 滴娜很累 因为也好渴 你们在水里 渴个屁喔 你们在水里 你们呼吸的是海水 你们在渴个什么东西 你 除非 深海有比较咸吗 深海是压力比较高 玩一下 对啦 深海比较咸 好不好 西波探出脑袋 肚子也饿了 葡萄 葡萄 葡萄在天上 有各种各样的甜点 甚至桌椅 也是蛋糕和果冻做成的 看起来不像在水里 看起来不像在海里 中西亞想起海星的警告 然而杏儒已經超熱甜餅游過去了 那麼多了 那可不能吃啊 抱歉 實在是 我其實最愛吃熱帶水果聖代了 偏尷尬 兩人回過頭 發現不止杏儒一人在吃 他們爸媽也在吃 太尷尬 太尷尬 莉娜一次就更尷尬 莉娜想阻止 等到你們幾個 這麼便宜的事也太習慣 沒等她說完珊瑚便塞給她一塊蛋糕 偏尷尬 好啦 莉娜也是絕對的 塞到你嘴巴你倒是不要吃啊 都來了 都來了 此時藏果屋的門被打開 一個人慢慢走進來 哼哼哼 聽下去的美人魚公主 已經結束了 哇哩大 老朽名為卡爾卡 大魔女卡爾卡 這個孩子 是可怕的魔女卡爾卡 波音狂笑 老朽 你不是小孩子嗎 卡爾卡很欺負 小孩子 真沒禮貌了你 波音死了幾十 吃了這些甜點 又怎樣 哼 怎麼 被搶得了點心 很不甘心嗎 波音 不想 路西亞急得要命 再次回憶起海星的警告 魔女臉色一成 權杖重重落地 大魔法 可可 下一秒 除去路西亞以外 吃了甜點的眾人 都變成了動物 從左到右 貓貓欸 兔兔 熊貓吧 對於莉娜 羊羊 對於星鵝 井鵝還是西波 貓B對於波音 珊瑚對於綿羊 我宣布 我把可愛的波音喵抱走啦 卡爾卡還持續發出 標誌性的笑聲 嘿嘿 吃了這座公館食物的人 都會變成動物的 珠希亞握緊拳頭 這這 第27話故事完結 又來了一個反對 海董你怎麼還不出現呢 嘿對 海董我沒有出現啊 哈囉大家好呀 這裡是順順 8月份了 夏天好熱啊 來看人魚最新話的封面圖 像是黑莎和露西亞的甜蜜自拍 封面文字是可怕的魔女 也不過是接下來故事開始的序章 標題為敲聲接近的魔之手 好恐怖喔 好害怕喔 就只有我自己 魔女繼續說到 房間也好 生物也好 被可愛的東西包圍 是老鼠的樂趣 嘿嘿嘿 大家都變得可愛了呢 喂貓不服氣 呃 我們變成熟猫吧 呃什麼啊 我居然是熟猫 麟娜這個日語尾罪啊 感覺是玩狗 啊現在要翻譯吧 呵呵 這日語應該是有練過啊 動物酸有惠啊 呃 不行喵 啊我頭痛啊 這日語也會三秒啊 另外什麼東西 這樣的話 唱歌只會寫反作用 什麼吧 力量在中強 當兇羊狗不錯 怎麼辦在後面 一波拿起一顆象果 代替麥克風 在這裡 就讓我 來盡一份力 呃 那是啥 你們會吵到的聲音 呃 你會不會這樣 我的模板 失敗 在這在整活欸 西波皺眉 眼尻居裡啊 我明明那麼小 嘿嘿嘿 熊貓讚嘆 了不起的大熊貓 西波 哎呦 麗娜的形容詞 都是熊貓啊 笑死我 留下提醒大家 就是現在 趁科爾可摩里減弱 大家快進入城堡 有人出生阻止 所有人都不准进入 她使出冲击力强大的一招 露西亚只得抱着动物朋友们远离 她发现自己化为人云 因为冲击便是被解除了 来人靠近露西亚 这是本篇的大Boss 好久不见 终于 太平洋的美人鱼公主 她往下身抬起露西亚的下巴 我妈妈还给我 一定要抬起别人下巴才可以讲话就对 你的母亲在这里 罗兰先开脸字 妈妈 这个玫瑰的元素 快出现 我说不了 你哭都快被人偷光了 罗兰张开双臂 还给你不是不可以 来做个交易吧 母亲也好 朋友也罢 全都可以按你所向 归还于你 但是 你要一个人 留在这里 关于猫反对 罗兰不行了 不能答应那个条件 你那小猫拒绝 不用捆我们 罗兰不顾一切 我接受你的条件 巨罗兔着急 我不信 我不信 她不可能一个人待在这边 不可能 第二 罗兰微笑 交涉成立 第二个 连母亲和她的伙伴一起 抢之送回吧 魔女还在晕呼呼 好的 罗兰大人 大魔法 地上的退后 等等 住手 温西亚 周围安静下来 两人面对面站定 终于 这瘦我们了 北太平洋的美人鱼公主 露西亚 女儿握住项链思考 明明珍珠就集中在眼前 却撒手不管 这是为何 而且 新罗姨不在 我要掌握变身的机会 罗兰看透一切 握紧她的手帆 OK 但我可不会让你那么做的 她给对方披上洁白的头衫 成为我的心仰霸 露西亚 啊 啊 对啊 海斗叻 就直接被削弱到不见 消弱到人直接消失的无影无踪 连屁都没有放下 连去乐园都没有去一下 直接登出 直接登出 然后白杀叻 她不是很厉害 她不是找了她的父母 也不见了 他灰杀就是 连 灰杀就是带她去游乐园 也没有安慰她一下 然后进入大决战之后 要诸教团集体降致 然后那些被打赢的那些坏蛋也都不见了 就是这样吧 可惜啊 28号就是这边最新的急速 还要等到下一个月 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我们再去待续吧 我们同一时间 没有同一时间 只是要等她更新 到我觉得差不多的进度 久久更新一次 看每个月才更新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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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对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一次看了 从15号看到了28号 整整13号 体感上就是 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没有任何的感觉 或者是段调到所调 因为我们下次再见 哈哈 哈哈 好